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感谢神在过去玉州来保守 祝福 使用和复兴祂的教会 从众教会里传到我这里来的都是好消息 所以我们感谢神在这样的世代里面 借着福音 让教会兴旺 这是一个怎样的世代呢 过去一百五十年 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时期 可以用三个名词来定义这一百五十年 先是热战时期 热战时期 冷战时期 然后到现在呢 我定义它为混战时期 从热战到冷战 再到混战 为什么把我们这个世代 最近这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呢 特别是二十一世纪这二十年 特别是二零二零年开始的一系列征战 称之为混战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或者说混战呈现了至少四个特征 前所未有的四个特征 第一呢 就是超限战 特别是随着中国这个角色的介入 扮演了战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 随着它的假崛起和真流氓的本色的暴露 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病毒 在战争当中所扮演的极端的角色 这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我们说这可以称之为一个超限战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 你找不到敌人在哪里 看不见的仇敌 所以现在这个世代 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 而且可能仅仅是开始 第二一个混战的特点呢 就是残酷性 或者是混乱性 和以前的战争有个很大的不同 不再是壁垒分明 敌于有分明 而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一片混乱 用主耶稣的话来讲就是民攻打民 国攻打国 到处是饥荒和地震 它具有更加残酷的特点 就是壁垒分明 很难决胜于一意 有的时候是你给它一拳 它给你一脚 或者用创世纪的话来定义呢 就是 你伤它的头 它一定伤你的脚跟 没有完胜 非常艰苦的一场战争 所以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战争 互相犬牙交错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属灵性 就是这场战争更具有属灵战争的品质 貌似战争的双方背后是圣灵跟邪灵之间的战争 而且比以往的战争更具有这种属灵的特点 比如说像今年开始 你看 好像是邪灵的差役 魔鬼的军队 现在台湾消灭了一位军事长官 回过头来 圣灵指挥他的军队 就在伊朗消灭了另外一个军事长官 那么这边呢 邪灵的军队 刚刚制定了国安法 这边圣灵的军队呢 要借着川普向西国宣战 那么那边呢 刚刚这个拍遣打量的五毛啊 各个方面的这种差役啊 开始攻击西方 那么这边加拿大又怀疑颜色 审判了孟晚舟 那么这边呢 撒旦的差役呢 差遣一些人 兴起了一些人 就是在这个川普好像刚刚向中国宣战的同一天 前前后后 美国街头就出现了骚乱 就让你这场战争绝对不会很顺利 那么这一边呢 圣灵激动的 李克强的灵就起来 向习近平宣战 所以这一系列的世界让我们看见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灵界的战争 它不是仅仅世界里的战争 这种护施拳脚 打头伤脚的战争 是前所未有的清晰 第四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末世性啊 具有末世论的性质 具有末世的特点 我们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啊 可以来说明 就是这场战争 离主耶稣的复林是越来越近了 一个方面呢 以中国为主角的这支邪恶的势力 几乎已经穷尽了 甚至完全彰显了 启示录当中的大红龙和大淫妇所有的特征 另外一个方面呢 神的教会 传道人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攻击 拆毁和控告 但是这个末世呢 也正是教会得荣耀的时候 越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 神的教会越向山上支撑 越要成为雅各所宣讲的爱情的见证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说就是雅各第五章 一个基本的主题就是 心腹宣告 向新郎宣告我爱你 那么雅各第六章 是新郎在这样黑暗的世代 在世人的面前 对心腹宣告我更爱你 现在我们来看雅各第六章 雅各六章是三集经文 核心的主题就是在同样的背景下 在雅各第五章 那些仇敌逼迫的黑暗的背景之下 从头至尾对心腹讲我爱你 与心腹在第五章当中的宣告 形成了鲜明的平行的关系 这十三节经文呢 我把它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在世人面前 心腹呢要宣告基督在哪里 那么与之呼应的十三节 是心腹在世人面前 宣告教会是什么 所以这两节经文前后呼应 基本上都是在人 在仇敌在世人面前 圣经启示何谓基督 何谓教会 基督不是偶像 在教会当中 活在教会当中 教会不是舞女 教会是心腹 然后呢往中间走 四到七节和十到十二节 非常清楚的精致的前后的平行 那里面有一节完全平行的经文 第四节和第十节 就是这是耶和华的军队 这是耶和华的军队 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 那么中间两节经文 第八节和第九节 虽然短但非常有力量 那么很多人可能容易忽视雅各 这两节经文在表达什么 那么你回到第五章 你才能知道他在表达什么 第五章呢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心腹在逼迫之下 向世人铺陈了 他对新郎的赞美 还记得吗 就是连篇磊子的告诉我 我的良人是谁 他有多么的全然可爱 那么到了第六章 八到九节中心 反过来 新郎对新父在世人面前对新父说 对世人说 我的新父全然可爱 大家明白了吗 就是黑暗的年代末世 在混战的年代 在2020年一个方面 新父向新郎说 教会向我们的基督说 我爱你 这个黑暗这个瘟疫这个病毒 这个战争这个末世 所有的混乱 不会夺去我们教会的爱情 我们坚持聚会 我们坚持讲道 我们比今晚更爱我们的主 更加的有力量 更加勇敢的去做见证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能更深的 在这个世代经历基督对我们的爱 基督说我更爱你 而基督爱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不仅仅是一种爱情的告白 爱情的从身 称义的从身 也说明 他一定会让我们的这个世代 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 并在仇敌一身上 为教会报仇 所以这五部分内容呢 可以按照这样的交叉结构 把整个的雅各第六章 浓缩在基督对教会的爱情真理之下 回顾一下过去几周 我们宣讲了很多 与当下基督教各种弊端对立的信息 实际上我们讲了五论 我们稍微回忆一下 论顺服掌权者 论爱你的仇敌 论一切交给神 论灵恩派邪教 上个主阵呢我们实际上讲的是论基督教明目 这五大论题 基本上涵盖了基督教的 现在基督教的五种普遍的弯曲 这五大湾区基本上可以证明 现在这个教会主流教会是个假教会 轻一点说是异教化的教会 重一点说是邪教化的教会 完全符合圣经历史当中的那个几百年的时间 五百年的时间 四百年的时间 或者两个四百年的时间 第一个四百年的时间教会在埃及 第二个四百年的时间 教会在巴比伦 教会在埃及做奴隶 教会在巴比伦做淫妇 做巫女 那么马丁路的改革到2020年 这大约四百年五百年的时间 实际上是上帝百姓历史当中的第三个四百年 在各方面的表现来说和前两个四百年没有区别 所以我们今天或者我们这些日子里面 在讲道台上所宣告的没有别的 那就是再一次出埃及和再一次的离开巴比伦 返回应许之地 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意向 是我们宣告教会改革最核心的信息 但是呢 这五个方面还不足以涵盖 现代鸡汤教基督教所有的特征 还有一个特征 那就是女牧师现象 所以我们欠一笔账 今天是我们的第六论论女牧师 以及女牧师现象极其严重 相对来说更严重的所有的黑人教会 我涉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我不怕人告我 但是我不是在讲一个种族主义的话题 大喊种族 无论你是什么种族 在基督里种族的咒诅都被废掉了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种族 在基督里面 若不悔改 不可能得救 若不死 不可能生 那么这些女牧师的教会 很多很多黑人的教会 是否经历了圣灵里面的重生呢 不是很清楚 或者说我们今天要举几个 特别华人教会 甚至全世界的教会 都熟悉的黑人世界里面的两大明目 我们从他们身上看一看 这一个方面的教会 所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第一个明目 马丁路德金 到今天还是美国人的英雄 第二个明目 南非大主教图图 我们要从他们身上 并结合女牧师现象 今天完成我们对 现代基督教第六次的批判 更新和呼喊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呢 过去的五论和这个雅各的第六章 这五个问题 我也是把它写到这里我才发现 几乎是完全平行的 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我们第一论是论顺服掌权者 然后这里面的一到三集 让我们看见基督才是掌权者 那有意思吗 主导文 因为国度权柄都是你的 那没有什么顺服掌权者的问题 对不对啊 权柄都是他的嘛 你还顺服什么权柄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论爱你的仇敌 泛爱主义 但是圣经说 这是耶和华的军队 有意思吧 论一切都交给神 但是神说你们在我面前是义的 你是完全人 你不能全交给我 你要在地上把义把公义 见证出来 你怎么交给神呢 灵恩派邪教 天天修身啊 养性啊 神迹啊 骑士啊 耶稣说 不不不 你是我的军队 你不是天天关起门来修炼神功的异教徒 你要在地上去征战 所以你征战的武器 是圣灵的宝剑 对吗 论基督教明目 这个更贴切 明目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明目就是一群戏子 宗教戏子 我这话可能很难听 我自己以前也有戏子成分 我就在我的身上更少更少更少的这种武女的特点 但是呢 雅各十六章十三集 清清楚楚的否定了 戏子 武女 就是取悦于人 未得便宜 惨媚人的这种现象 我们一个方面可以说 现代基督教整体上沦落为一场表演 所有的宗教 所以的宗派 但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借着雅各六章十三集 将要彻底的于这种表演型的教会 舞女型的教会分到扬镳 那不仅如此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雅各第六章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一到七节和八到十三节 大点上是七节经文加上七节经文 或者七节经文加上六节经文 我们这样的划分的话 你会发现 第七节位于中心 对吧 前面六节后面六节 第七节是中心 我最后讲那个中心 我最后讲第七节 就是你的太阳学 你的两太阳像石流在帕子里面 就这么个概念 这是最核心的一个信息 然后上面的六节经文和下面的六节经文 你知道在讲什么吗 有可能正是在讲 出埃及的运动和出巴比伦的运动 我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 一个意象指的是摩西出埃及 另外一个意象指的是以色帖 怎样在东方巴比伦 在波斯帝国 我说巴比伦和波斯 把它放在一起 波斯帝国拯救了 即将被灭绝的犹太人 为他们回归耶路撒冷 打响了第一场完胜的战役 好 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先强调一个问题 雅各的八章 前面四章 后面四章 今天的经文虽然长 但我会讲的时间可能相对会短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前面这个四章 出现的大量的核心的概念 在后面四章 全部基本上都重复出现了 所以我们世经上的难题基本上没有了 那么重复的这些概念 我就不再讲了 很多概念 很多比喻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让我们今天就会啊 学习起来会轻松很多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新的一些概念 要做一些解释呢 还是建议大家去看讲章 所以我今天主要是从神学上 从应用上 从见证上来讲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三节经文 雅各第六章的所谓的第一部分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 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 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 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 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花香齐 在园内 牧放群阳采百合花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阳 我还是在强调一个问题啊 就是雅各中世纪一将吧 有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可能是从犹太人来的 后来天主教或者基督教世界里面 也在模仿 就是有一些圣经的版本呢 在雅各这个经文当中呢 标了很多的标题 这是新郎说的 这是新妇说的 这是耶路撒冷众女子说的 等等等等啊 那么我告诉大家 这个没有什么圣经根据的 这只是一种传统 所以呢我们要超越这个传统 我个人呐讲雅各的时候 不断的看见那些标题很多都是错的 所以完全把它放到一边啊 我们今天要重新讲 这个到底是谁说的 这个到底是谁说的 或者可能是谁说的 这个我们必须明白 那么这三节经文分成这两个部分呢 比较明显的就是 第一节是外人说的 是不是耶路撒冷众女子说的 我认为最保险的结论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可能也可能不是 为什么 根据上文 他既可能是耶路撒冷众女子说的 因为第五章结束的部分有这个概念 对吧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 城中巡逻的人说的 对不对 守城的人说的 这很清楚嘛 所以我为什么就对李长寿也好 对很多人在圣经上下的功夫 胡乱的添加东西 我感到很厌恶 就在这个原因了 因为你再聪明 你都可能挂一漏万 但是新来的人一看 就搞不清楚以为这是圣经 这不是嘛 你看就按照我们现在 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圣经上 是不是这么标的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对不对 你就是退一万分来讲 你最多是50%是正确的 是不是这个概念 或者你是33.3%正确的 因为上面还有两个主题 你给省略了 那就是城中看守的人 巡逻的人 守城的人 那你给弄哪去了呢 是不是 这太可怕了 所以呢 我们不要在圣经上动手脚 你那个手啊 你要一定要让我来解释什么是乌萨的手 那才是乌萨的手 这些人当被咒诅 我这话有没有圣经根据 有 起收入结束的地方 谁要在圣经上加点什么东西 捡点什么东西 他就被咒诅 你说这个人怎么就这么的胆大 就忍不住 一定要加东西 所以我们把它全拿掉啊 我们在第一节里面 把这里面说话的人全部open 全部开放 有可能是刚才那三个主体 他们中的某一位 也有可能是新的主体 外邦人 如果是外邦人 就应了新约圣经的很多的信息 那就是当这个女子 当教会 当传道人 当使徒 像犹太人 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像犹太人的精英 传讲基督 讲了那么多 第五章基督那一大部分 一定要记得那个 那是前提啊 一定要记住 讲完之后人家不听嘛 那不听是怎么办呢 就是主说 使徒们也说 你们如果弃绝 我们就转到外邦人那里去 带着外邦人愿意回过头来问 你传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家明白了吗 你比如说像 艾提阿伯的太监 是吧 你耶路撒冷有逼迫 但是人家艾提阿伯的太监愿意听 哪怕他是犹太人不管啊 总而言之呢 我们把第一节的这个说话的主体 可以做两个方面的应用 一个呢就是啊 愿意接受教会女子 在第五章已经传讲信息的人 愿意进一步去追问耶稣是谁 愿意到教会来听一听 或者说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讲的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应用正面的 第二个是反面的应用 反面的应用是什么呢 继续的挖苦和讽刺 大家还记得我上文讲的吗 就是你是最美丽的 你的良人爱你 你也爱你的良人 他们在哪呢 教会在黑暗的年的遭遇疲破了 你把他不找了呀 也有可能 那么如果我们这么来理解 那么第一节经文和第十三节经文 就首尾呼应了 对吗 第一节经文嘲笑你和你良人的关系 那么第十三节经文呢 就是嘲笑什么呢 嘲笑你这个教会我要细刷你 你再给我演一演 你再给我表演一下 我来看一看 你这个舞女诸如此类 所以这两个呼喊也类似 这里说你去哪里了 你的良人去哪里了 然后第十三节说你回来 你回来让我看看 你记得吗 所以整个十三节经文首尾有一个呼应的关系 这里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 我把那个正面的那个应用和他平行 希腊人来了 犹太人不信 希腊人来了 然后希腊人找到了斐力 就问他 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是不是很像 但是外邦人对基督有一个最大的误会 对真神有一个最大的误会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核心的宗教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在哪里 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所有的宗教都没有解决上帝在哪里的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就会从异教当中分别出来成为真正有信仰的人 现在西方的主流包括美国信仰是自然神教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认为上帝在受造物当中 就是上帝无所不在 然后在所有受造之物啊 动物啊 植物啊 风景啊 阳光空气当中 上帝无所不在 这实际上是一个异教的思想 相当于佛教那个所谓的宇宙的本体 这样一个概念 希腊哲学 佛教思想都一样 自然神论实际上泛神论 本质是一样的 那么基督教主流又好不到哪里去 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听起来很属灵的概念是什么呢 上帝在我心中 我想告诉大家 前面那个说法和基督教这个说法没有全错 麻烦就在这 你知道吗 魔鬼的谎言在这个地方 他有全错就好反驳了 那是圣灵有书在我们里面 基督有时候在我们里面没有问题啊 但是呢 基督在受造物当中 在这个大自然 打着引号大自然里 和基督在我们心里 以及基督同时在受造之物当中又超越圣灶之物 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有位格的神 这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概念 听得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很重要 这涉及到神论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问题 就是上帝存在 他既内在于受造之物和我们 又同时外在于我们 约翰福音有一个词讲的特别好 就是在地又在天的神 这还不得了 好吧 这个问题很抽象 以后再展开讲啊 我只是强调这个观点 就是神在哪里这个问题 没有人能解决 基督教也异教化了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这里面这个妇人的回答 心妇的回答 即使告诉我们上帝到底在哪里 上帝在哪里 基督教的圣经有两个最伟大的回答 是唯一符合真理的回答 第一上帝在基督里 良人啊 他来了 上帝在基督里 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把他启示出来 他来了 他是教会的新郎 他是一个完全的人 所以约翰福音有两句平行的经文 第一 第一章 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基督把他启示出来 后面有一句话怎么讲呢 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 所以第一点这个妇人的回答 第一个真理就是 上帝在良人身上向我们显现 第二个真理就是第二节到第三节 我这样讲是根据以前的讲道啊 你们能听懂 可能新来的人不一定听得懂 第二一个上帝在哪里呢 或者说基督在哪里 基督在教会中 这非常重要 这个问题是现在基督教 基本上没有解决的问题 天主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基督在教会里 天主教解决的总的来说比基督教解决的好 虽然解决的也就过头了 但是玛丽路德宗教改革到今天 这个问题实际上被破碎了 路德坚持了很多伟大的真理啊 圣理性教会 基督真实的临在教会 借着饼和酒真实的临在 这都是路德神学特别伟大的领受 特别伟大的见证 但是受异教和这个其他基督教激进改革的影响 我们这个方面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以至于现在基督教 其实跟异教徒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相信上帝无所不在 应该是路德的一句名言 我们今天引用在这里 希望我们不断的去引用它 那就是如果上帝无所不在 那么上帝就一无所在 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他哪都是 哪都是上帝 那结果就是上帝哪都不是 这话太伟大 太伟大了 所以呢 第二到第三节 让我们看见 基督与教会同在 这个同在也符合圣言关于夫妻关系啊 关于新郎和新妇关系的比喻 这个比喻的一个基本真理是什么 夫妻一体 二人合谓一体 不可分开 不可分开意味着什么 就他时时刻刻都不能分开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马太福音啊 或者新约圣经 关于这个离婚淫乱这个问题啊 主耶稣对法律三年有一个回答 其中有一个真理没有被充分的阐释出来 他说如果丈夫休妻就是叫妻子做淫妇了 还记得吗 其实这个真理你要应用到基督跟教会身上是何等何等的深刻呀 如果基督不在教会里面 教会就一定是淫妇 这是不是过去三个四百年基本的见证 清楚吗 真是让我们恍然大悟 如果基督和教会或者教会离开了基督 或者基督如果真的修了教会 教会一定成淫妇 一定成了淫妇 所以那些犹太人问耶稣关于修妻的事情 耶稣在讲一个更深刻的道理 可惜呀可惜呀 基督教们啊 拿这个天天就讲他们家里点破事 但是我觉得主耶稣首先要强调的 就像保罗后来揭秘的 一幅所书第五章 结束的地方 这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后怕别人误会 那难道我们的家庭就乱来吗 所以保罗又加了一句话说 你们丈夫还是要爱妻子 妻子还是爱教会 但是我这里面讲的重点是基督跟教会 明白吗 这是逻辑关系 所以二到三集强调上帝存在的第二一个真理 基督在教会当中 我这么讲的圣经根据在哪里呢 几个核心的概念 就让那些糟蹋雅各的人闭嘴 两个园子看见了吗 这是神的乐园 神的家 两个园子看见了 两个园子 然后呢 两个放羊 两个木放群羊 雅各如果指着男女关系 跟放羊有什么关系啊 所罗门又不是放羊 所罗门是放羊 所罗门没放过羊 我印象是这样的 他父亲大卫放过羊 那在讲什么不就在讲墓会嘛 不就是在讲希伯来书作者反复说的 这是我们的大墓人 然后使徒讲基督是我们的墓长 是我们的墓者 诗篇讲 耶和华是我的墓者 所以这个脸皮得多厚 你一定要把这个香花旗 或者平行概念的香草山 应用到你们家去呢 这是不可以介绍的滥用 好吧 其他的概念我们都讲过了 我说了我不去解释了 我这里面把这些基本的信息 再解释给大家 我做个总结 第一部分 第一点 神在哪里 神在基督里 基督在教会里 与此相关的你不要去找基督 基督会来找你 但是出信的人你不懂 慢慢会懂 第二个真理就是 基督和教会这个关系 是一个墓者和群羊的关系 雅各重点讲的是基督和教会 不是讲奸夫淫妇 虽然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 找到片段性的 所谓婚姻家庭神域的信息 但是主说给我做见证的 给我做见证的 就是这66卷书啊 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看第二部分 我的家偶啊 你美丽如德萨 秀美如耶路撒冷 威武如展开惊奇的军队 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 因为你的眼目是我惊乱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 握在激烈山旁 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 几经上来各个都有双生 没有一支丧吊的 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 如同一块石榴 第五节的第二部分 你的头发那里开始到第七节结束 我们就讲过了 基本的概念我们全部都讲过了 对吧还记得啊 四章一到三节 所以这里面我们不去做试经上的这个重复 但是呢我还想强调一下两个问题 第一呢圣经当中的重复不是无谓的重复 它是有原因的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话的对象可能变了 你看他又讲了一遍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现在讲的对象和第一次讲的对象不一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比如说实戒或者以摩西律法为中心的这些教导 好像重复了两次 有印象吧 你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讲十戒 生命记又讲一次 为什么 因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讲的十戒 讲的是第一代以色列人 生命记是那代以色列人基本上死光了 然后又遇到新一代以色列人又出来 对吗 那么这里面所强调的这个听到的对象呢也变了 上文讲的这些基本上讲的是谁呢 讲给心腹听的 这里面呢是当着外邦人 当着那些想要了解基督的人 或者呢嘲笑逼迫教会的人所宣讲的 所以讲话的对象变啊 这是剧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重复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诗歌本身文学上的考虑 重复本身是有力量的 即使是同一波人 你可能会遗忘 这个道理我们讲过 我们的神是一个唠唠叨叨的神 一个方面显示的罪人真的是不可救药啊 刚犯过的错误 回过头来又犯一遍 上帝怎么办呢 你嫌他唠叨他怎么办呢 他就再讲一遍 这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好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四到七节 这段经文也可以分成三块啊 第四节 第四节讲的是军队 教会军队的意向 第五节讲的是什么呢 是教会存在或者教会崇拜的意向 我为什么这么讲 等一下我再解释啊 第六节和第七节讲教会的一些基本的使命 就教会干什么 我们换个角度来讲啊 就是雅各的第二个部分 实际上在对教会下一个基本的定义 这些基本的定义 可以让我们来判断什么是真正的教会 或者我们进一步来讲 根据这些标准 我们可以分辨真假教会 真假基督徒 真假牧师 真假师父 真假弟兄 这里面我们可以说呢 对教会有三大定义 第一段是教会的第一个定义 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 是基督的精兵 那么现在反映我们自己 反映现在基督教还是不是 现在我们要跟普世的人都和好 我们要爱所有的人 那你这个军队不就解散了吗 第五节讲的是教会的第二个定义 这个教会的定义呢 我把它定义为基督徒吧 基督徒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爱 所爱的人 我回头解释 这个有点难啊 第三个定义 第六到第七节讲的是教会的使命 这个使命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教会是干什么的呢 教会有两大使命 一个使命是传道 一个使命是见惠 这个我们讲过啊 传道和治堂 口齿 存舌 这种比喻呢 指的是教会是福音的出口真理的宣讲和见证者 这个我不再展开了 上次讲过了牙齿 第六节讲教会福音的使命 不传道的教会不是教会 我还是那句话 什么神迹啊 什么修行啊 生命啊 你这一套可以有 我还是那句话 魔鬼狡猾就在这个地方 有啊有啊 我没说没有 但是它不是主要的 讲道 说话 见证 传道啊 这是教会第一个传福音的使命 第二 第七节 第七节经文我把它理解为 解释为 见惠 执堂 建立教会 建立圣殿 建立神的家 原因我已经讲过了 但是这节经文回过头来 我最后还会再一次的展开来讲 好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雅各 这段经文是基督指着心腹啊 新郎指着心腹对教会的定义 对心腹的定义 正向主耶稣指着彼得说 你是彼得 看见了吗 就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门是什么意思啊 军队嘛 你这是个打仗 而且要打胜仗的军队 接下来还怎么说呢 你是彼得 我要把你就是可以平行第五节 你是我所爱的 是我要建造的 然后呢 马太福音建教会的时候 对教会下定义的时候 还有一个概念 你们在地上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在地上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是什么 这是传福音 传到听的 得救不听的 罪就定了 是这个概念对吧 很清楚啊 再重复一下 三大定义 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 教会是神的儿女 教会是福音的传讲者 和圣殿的建造者 或者更彻底一点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神的殿 就是这样啊 我看我重点讲讲第四节 和第五节的前半部分 我的家偶 这明显是新郎对心腹的称呼 你美丽如德萨 秀美如耶路三了 用中国古典诗词来讲 这是明显的七律七决当中的对账 美丽如德萨 美丽如耶路三了 德萨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啊 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 一下子就清楚了 北国的首都德萨 南国的首都耶路三了 如果我们不把它应用在教会的身上 哪个女人长得像一座城市 你老婆长得像蒙特利尔 你老婆长得像西安 这些人真是狭眼了 没有办法 像德萨像耶路三了 就告诉我们 北国的都城和南国的都城 加起来是什么呢 就是应许之地嘛 就是我拣选的这个地 这个教会就是应许之地 就是留着奶留着命的地 就是上帝的国度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他在讲他的国 他在讲他的国度 在讲他的教会 然后就下定义啊 我这个国度 我这个教会 我这位新夫是什么呢 他是威武如展开惊奇的军队 哎呀 每次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就去心里其实特别特别的难过 就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军队的意象 已经彻彻底底的被消灭了 被放弃了 基督教不再是上帝的军队了 成了世界上最窝囊的窝囊废 最虚假的一群巫女 所以这个军队和后门的巫女 也算是呼应的军队 而且大家要回到民数记里去 因为这个军队这个概念啊 以及旌旗这些概念啊 都可以回到民数记去 就是当这个义和华呼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很多人不明白民数记在干什么 也不明白大卫数点民数是什么意思啊 今天我们一言也必知 所谓民数就是建军 就是建立军队 而且大家会看到民数记 数点民数有一个特点 除了立卫人不点数以外 除了那个什么女人孩子不点数 他点数的都是男丁 为什么点数男丁啊 打仗嘛 圣经这个平行的经文太多了 军队这个意象 惊奇这个概念呢 五章十节出现过 那里面是什么 雅各五章十节讲的是 找到给我读一下 我的良人白尔切红 白尔切红 超乎万人之上 白尔切红我们已经讲过了 有审判有征战有胜利 超过万人之上是什么意思 那个超乎万人之上的那个词 就是这里面惊奇那个词 所以那个词在旧约当中可以平行 那个我们熟悉的概念叫万君之耶和华 那么这里面把它翻成惊奇 总而言之 这是一支上帝的军队 上帝进入这个世界 是要向阴间的门宣战的 拿什么来宣战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非常清楚 第五节的前半部分 我要解释一下 求你掉转眼目不看我 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 主位 我个人觉得这句话完全翻译反了 如果圣经的信息是整全的 是一贯的 你们会发现 这句话跟圣经的教导完全是对立的 圣经说你们要瞩目看基督 眼睛一望同舌病又医治了 你们不要看人要看神要看基督 这里他翻译上说你不要看我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我我害怕 我不知道怎么翻出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看我的讲章吧 我把它完全反过来了 把它完全反过来了 求你掉转眼目不看我这里面的动词呢 那个动词讲的就是你绕来绕去的要来看着我 你不管在哪儿 你都要看着我 这个动词最初出现在 应该是出现在讲伊甸园那个河流 就环绕环绕伊甸园那个河流 然后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讲道的时候 有一个场面 马克福音里也有 就是耶稣用眼睛四下看周围的人还记得吗 然后周围的人也所有的人用眼睛有周围那个概念啊 然后看耶稣 那个场面是有人告诉耶稣说你母亲来找你 记得吧 然后主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然后再一次用一个动词就耶稣就四下周围看了看这些人 这些人也都看着他 那么除了那个动词和这些语境以外呢 那么当然还有更多相关的真理让我们知道 这里不是在讲你不要看我 而是恰恰相反 说教会你们基督徒聚会 教会聚会你们要围绕着我来聚会 不要互相看 不要掉转眼不看别的 你不要看我 基督在教会当中你不让我看你 那我们到教会干什么呢 看个人见证啊 所以第一个概念正相反啊 就是你们要围绕着我 你们的目光要围绕着我 第二个概念 你的眼目使我惊乱 这个动词在旧约圣经出现了四次 我都写在这里了 这个词最核心的概念就是 你们的眼目在我的面前要坦然无惧 要勇敢要诚实要坦然无惧 那么这个概念 这个坦然无惧的相关的经文我都写在上面了 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五节 讲的应该是施洗约翰的降生 他讲的有一个使命是什么 在耶和华面前在神的面前的基督的面前 坦然无惧的侍服他 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 我们在神面前要坦然无惧 然后呢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八节 三章二十一节 四章十七十八节 五章十四节 再次强调坦然无惧这个概念 罗马书八章十四到三十九节 哎呀要跟他重读 八章十四节特别强调说 你们现在应用的是什么 是儿女的心 是儿子的心 不是奴仆的心 因为奴仆的心是害怕的心 儿女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是平安的心 呼喊阿爸父的心 你为什么还要怕呢 不要怕了嘛 加勒太书也讲的是这样 说你们现在不再是做奴仆了 你们现在是儿女了 既然圣灵把儿女的心 放在你们的里面 你们就应该坦然无惧的呼喊阿爸父 你们就应该像以撒一样是承受产业的 是儿女是要承受产业的 这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这个教会啊 特别特别重要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为什么成为儿女了 一个方面基督为我们死了 第二呢我们依信称义了 你已经称义了 虽然你不完全 虽然你没有在所有的律法上 你都无可挑剔 但是你已经音信称义了 那么这个逻辑在这里为什么这么重要 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看上下文的关联 教会是威武如展开惊奇的军队啊 我真希望所有的教会 真正把这句话写在教会的前面后面墙上 威武如展开惊奇的军队 但是这场战争啊 这场跟阴间的战争 我开天已经讲了 这个战争太残酷了 太残酷了 记恨如阴间般的残忍呢 这个残酷最集中的表现什么呢 表现在魔鬼的控告上 你做一群窝囊废没有关系的 没人惹你呢 是在说你好 不搭理你吗 基督教像个舞女一样在那待着吧 对吧 自己玩吧 自己嗨吧 谁搭理你 你一旦起来 真正的威武如展开惊奇的军队 这个时候 攻击 控告 拆毁 搅扰 撕咬 全来了 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逻辑啊 神再进一步来回头来兼顾他的教会说 求你这个时候 你看我 你看我 我已经为你死了 你看基督 你不要看人啊 人攻击你的时候 你不要看人 你要看我 我是不是已经为你死了 你是不是称我为主 然后你要再看 你要坦然无惧在我面前 什么意思 你不要怕他们控告你 你要坦然无惧 你不你已经不再是奴仆了 你不再是罪的奴仆了 你已经在更新当中了 我已经称你为义了 因为魔鬼控告我们 无非是记着真的假的 莫须有的编造的罪要毁掉你 毁掉你的救恩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你再去读第五节这两句话 何等大的安慰 所以每当我们被人为魔鬼控告的时候 你就回到这里 那就是定目看基督 从新靠他的称义和恩典 在世人在阴间的门面前坦然无惧 是不是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逻辑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我这里面有一个应用啊 就是怎样来分辨神的儿女 对于魔鬼的儿子 就在这个地方 魔鬼的儿子 假牧师 假教会 假基督徒 假作家 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只负责定罪别人 你基本上找不到他的讲道 他的文字 他的文章 他的著作 有一篇有一句话讲 我是个罪人 所有的文字都是你是个罪人 他是个罪人 那么根据这个标准 你就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他肯定是撒旦之子 没错 不管他是谁 不管是什么人 在什么场合 哪样的宗派啊 这个标准不会有错 所以神的儿女 罗马书第八章 大家回头去看 那里面写着14节到39节 这里写的是第五节 就是谁能控告神的儿女呢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因为有基督称他为义了 然后魔鬼的儿子 我写的那个地方 这不是我的定义 是保罗的定义 保罗说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 约翰福音第八章 从行淫的妇人一直到后面主耶稣跟犹太人的争变 对犹太人的责备 讲到了魔鬼的儿子 用的概念不是魔鬼的儿子 是说你们的父魔鬼 那他们就是魔鬼的儿子呗 然后讲到了他们杀人说谎 杀人和说谎是魔鬼控告人的两个基本的方面 一个方面呢 说谎就是说谎成性 但你要有分辨的智慧 第二个方面 他的目的是让你死 不是为了让你悔改 让人什么伸张公义都不是啊 然后启示录十二章讲魔鬼是控告之子 控告谁啊 那里面说的是控告我们的弟兄 魔鬼的控告 神经上有一个基本概念 魔鬼的控告 根据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第十集 撒加利亚书三章一到五集很生动的告诉我们 什么是魔鬼的控告 那就是污秽衣服的大祭祀 于书下被更新了新的衣服 魔鬼站在他斜对面来控告他 然后上帝对魔鬼说 耶和华责备你 这不是从火里捡出的一根柴嘛 那么所有这些信息可以用雅各六章五节A来表达 在任何的这种魔鬼的控告的下面 我们两条出路定静看主第二 他已经使我们诚意 我们不再恐惧啊 我们坦然无惧 这是第二个部分的基本信息和应用啊 现在我们看中间这节经文 八到九节 在这个交叉结构当中呢 是最核心的部分了很简洁啊 也有点难 因为这里面有好多的数字 有六十个王后八十个兵妃 并有无数的童女 然后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 只有这一个是他的母亲独生的 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 众女子看见了称他为有福 王后飞兵看见了也称赞他 很突兀 那么突然出来这么一大堆话 还有一大堆什么王后兵妃都出来 我们要解释这个难题呢 还是要回到诗歌里面去 诗歌就是一脚天上一脚地下 让我们呢 在诗的节奏当中来返回 圣明可能想告诉我们的真理 这两节经文可以再一次的交叉结构很清楚对吗 六十王后八十兵妃无数的童女 第三部分 众女子王后宾妃 看见了吧 诗歌 圣经很多的时候是一首诗 这是对的 是一首完美的精致的精美的古典诗歌 交叉结构这台藏用的格律 所以你看宾妃和宾妃王后和王后前后呼应 然后童女和女子前后呼应 童女原文就是出女 女子原文就是女儿 但是基本上就是同一个概念 中先第九节是新郎对新妇的第二次的或者说最集中的爱情的表达 刚才我讲的就是在这样的世代里面他向所有的仇敌和逼迫着说别管那些除类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明白了吗 你是我的 你已经是我的了 而且你是我的鸽子 你是我的完全人 是独生的 是所爱的 这个逻辑上也是蛮清楚的 我先讲第八节 这句话的来头在哪里 刚才我提到了一个概念 那就是雅各六章一到六节 一个基本的意象讲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个理由其实我以前讲过了 我这里不再重复了 大家如果不明白回头听一听我讲这些概念的时候 这些概念怎样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相平衡 那么我为什么讲八到十三节有相关的概念和巴比伦 波斯这些是历史时期有关联呢 首先我来说明这不是我的发明 这个路德教会有一位神学家就是我推荐给大家的那个参考书的作者呢 他也是根据一些传统提醒我们的 就是这个第八节这个王后非宾和童女 这些词及其顺序基本上平行了 以色帖记第二章 唯一的区别是那里的顺序是反过来的 童女非宾和王后 所以这些概念呢 这里面有可能是在引用以色帖的典故 讲以色列人第二场出世界进入应许之地的运动 这里我只是点到这里 大家回头自己再去考察 我基本上认同他这个解释 然后这个六十和八十这个概念放在这个地方呢 旧约当中有一些六十和八十都是指向勇士 可能这里面有一些反讽在里面啊 那么不管怎么样吧 这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王后和非宾有很多很多 然后童女就更多了无数 这个概念是为了对比下面这个一的 看原文才更清晰一点 下文呢这个一这个字出现了两次 就是阿拉伯数字那个一一一一 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只有一个 六十和八十六十比一八十比一 然后再加上无数童女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六十加八十一百四十吧 一百四十只无穷大 无数嘛 然后比什么呢 比一个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教会基督徒神所拣选的神的儿女 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基本的处境 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是一百四十到无穷比一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 那我们真的就很感慨啊 也就明白了我们的很多问题 明白了新约圣经的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主说你们要进窄门 那进死亡的门匡阔的门进去的人多 很多的人都去那边了 但是进窄门的人只有少数人 这是一个应用 第二个应用是什么呢 那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讲的一句话 就是这世界的人恨你们 世界的人恨你们啊 而世界的人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现在我们看第八节就恍然大悟了 大家看啊 一个方面恨我们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诗篇六十九篇一到四节大卫讲了一串话啊 非常的生动 他说恨我的人比我的头发还多 反正至少这些日子我感觉到 我也不知道就怎么得罪人了 他就骂我 但是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也确实是得罪人了 这五论还不弄熟啊 今天又来个六论 六论之后我的敌人会翻一倍 因为这个女牧师占全世界教会的51%以上 所以大卫说呀恨我的人比我的头发还多 我没有犯的罪 我没有做的错事 他们一定要跟我讨要啊 诸如此类 所以这个数字的第二个概念 就是让我们看见的是啊 首先让我们看到的就是 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就像主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 十章十六节所提出的这个相关的教导 我拆你们去啊 如羊进入狼群 如羊进入狼群 所以我一直说国内的弟兄姐妹 国内的传道人 至少目前不要效法我的讲道 现在还是灵巧像蛇 寻良像鸽子的时候 因为你们还是刚刚丛生 还是做孩童的 还没到军队的时候呢 神要兴起和使用我们起来做他的军队 一定有他的时间 亚伯拉罕七十五岁 摩西八十岁 别挤别挤 所以这是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个概念就是 这些数字本身点名了教会传道人 在人间最残酷的处境 真实的处境 第二个方面更加残酷和真实的处境是什么 这些仇敌是什么人呢 这些仇敌是两部分人组成的 一部分是王后和非兵 一部分是无数童女 我这么讲大家感觉就豁然开朗 为什么要恨一丝铁 为什么要消灭所有的犹太人 为什么一定要消灭教会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弄死我了 一定要拆毁我们的教会呢 或者用雅各后面那句话来讲就是 为什么记恨如阴间般残忍呢 原因就是他以为你要夺他王后的位置 他以为你要夺他非兵的位置 而且无数的童女 所有童女的理想都是成为王后和非兵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这种仇恨真的是如阴间般的残忍 他不仅仅包含女人的嫉妒啊 女人的仇恨 他在比喻这个世代 那些把名利权欲 作为他们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上帝的人 一定会用最残忍的方式 来逼迫他们认为威胁他们的人 所以这是教会在人家遭遇逼迫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也是中国人反美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真正的传道人 当你传道越来越有影响 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 你会遭遇很多带着王后非兵 童女贵官的这些人 结成联军彻底向面你 这是基本的处境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谢神 上帝出现了 神出现了 神说虽然面对六十个王后 八十个非兵 无数的童女 大军压境 法老的军队掩杀而至 诗篇说四面的仇敌 突然神的声音从天上淋下来 说我的鸽子我都完全 所以雅各真的不简单 亲爱的弟兄姊们 我想到就讲到这里 其实我特别感动 就是你觉得你已经快被消灭了 没有人就得了你 大家都要弄死你了 就是这个概念 你想想这个画面吧 你就想想当时在波斯王宫的时候 所有的犹太人已经就是 人为刀族 你为鱼肉了 马上就要灭亡了 就断子绝孙绝肿了 突然上帝借着一个使者像鸽子一样 诺亚方中的鸽子一样 莫迪改吧 对以色帖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这一辈子你从来也没有想过当王后啊 你也没有想过当妃兵啊 这都是神给你的呀 然后有句名言怎么说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 不是为了今日吗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生动啊 然后那个莫迪改还加了一句话 你现在要不起来 神一定从别的地方兴起拯救者 这真是特别特别的像当下的很多的处境 我们没想成为名人 我们没想成为名牧 我们没想成为第一次养家 至少现在我不行 我在神面前跟大家说实话 我现在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神知道我说的是真话 就是千万不要让我除名 千万不要让我有权柄 在什么什么教区 我什么权力都不要 你们可以给我做一个见证 咱们这教会的建制 一个基本的特点是什么 没有权力 我们教会三件大事啊 讲道 听道 相爱 没权力 没指示外 什么都没有 我管过谁啊 谁我都不管 这不是没有爱心 那上帝会管你的 大家明白吗 所以我们 如果的我们的事工突然有了点进展 那就是神的工作 不是我们啊 我们不想这样 我现在恨不得 让youtube上的那个访问 回到几百人当中去 我休息休息 现在压力好大 为什么我们在这样的世代 在这样的时候还是要坚持讲道呢 不敢不讲啊 在推特在那个什么地方不断的留言 静候天良 静候天良 这个静候天良那个词 我发现比以前翻了好几倍 好吧 你们静候天良 那我就上十字架呗 接着讲 没有办法 所以啊 我们回头来看这样的话语 让我们真是感动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完了 这时候有声音从天上临到我们 圣经当中的经常有这样一个意象啊 我这次解释雅歌 我才有更多的看见 为什么会突然间从天上有声音说呢 当然一个方面强调的是 这是从神来的 另外一个方面讲的是什么 人间没有帮助的力量 所以我每次看到我说香港啊香港 我一提起香港就要流眼泪 人间没有帮助的力量 所有的帮助都是有限的 我们支持川普对中国宣战 但这场战争牺牲品仍然是香港 至少在短期时间是 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怪到美国身上去 但无论如何 香港未来的命运越来越惨淡 他有可能真的至少会死掉 当然我相信他会重生 但是害死他的人不会再重生了 会受到永罚 但是香港无论是今生还是永世的帮助 香港人啊 永世的帮助一定是从天上来的 有一天神的日子满了 他会从天上说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 真是很美很美的画面 我感慨一下 为什么有人讲雅各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 那么的没有感动 你要注意他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 你已经很鸽子很完全的时候 这话没有什么关系的啊 就是当你被逼迫 要被你被消灭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声音 而且是神的声音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说 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那才叫叫的什么呀 那就是真的天开了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处境里面 我们经历的神最伟大的神迹就是这 给我讲神迹吗 这是真正的神迹 2004年就是我经历的神迹 2020年仍然是啊 这是好像我们觉得完了 突然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鸽子 我倒完全人 美极了 能有更美的 我的鸽子 我们讲神的使者 诺养方中的使者 我们还可以讲信约圣经的应用呢 就是你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要做灵小巷鸽子 当我们很像鸽子的时候 一个方面是军队 对吧 一个方面是军队 在另外一方面是鸽子 这个鸽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战争是属灵的战争 是圣灵的宝剑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顺服 特别是顺服神的教导 当我们顺服神的教导做鸽子的时候 我甚至认为这个时候就是你能够听见 上帝的声音列天而来的时候 你破马张飞的时候 听不见神的声音 都是人的声音 所以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 完全人是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讲过了 完全人总是啊 这个看上一次的讲章 就业当中的完全人 80%到90%都和正直人平行 一个方面我们是神的鸽子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要做公义的见证者 要做个义人 我提一个话题啊 我知道上个主日啊 我们这五论 包括今天的六论 越来越有冲击性 甚至可能导致我们内部的某些分歧 我能理解 因为上个主日我们论基督教的名目 涉及到了大魏宝森 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真的喜欢他 其实我也喜欢 但是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讲他 这是个脑袋的问题 我不再解释 我认我都讲我讲的清楚不能再清楚了 竟然还有疑问 那怎么办呢 很无奈 但是呢 我今天补充一个信息啊 就是大魏宝森 除了他神学上的某些错误以外呢 你不能说大魏宝森是个完全人 大魏宝森是个很好的教师 但是你很难说大魏宝森是一个义人 你能说大魏宝森是个义人吗 那么检索他90年的生命历程 他为哪个孤儿和寡妇深渊便去过呢 在整个英国过去一个世纪的黑暗的历史当中 败坏的历史当中 抛弃了香港的历史当中 现在又是面对香港软弱的历史当中 包括大魏宝森本人在内英国的传道着 英国的教会在哪里 我不再讲了 这个问题我不再发挥了 不仅如此 我今天想补充一个完全人的信息 大家有圣经再一次翻到 我们上个主日讲到的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 所有的神学院都用这一节经文 来作为圣经本身 对圣经的定义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 大家可能熟悉 但我为什么让你们去翻过去呢 原因是 那里面再一次告诉我们 到底什么是圣经讲的完全人 你找到大声读一下 找到了吗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 圣经都是上帝 学末师 教训 诸泽 神归教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意的 要使上帝的人 可以完全预备其各样的善事 上个主日我们眼睛开了 看见的是教导人学义 今天我们眼睛再一次开了 看见的是什么 看见了什么叫完全人 第十七节再读一遍 要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啊圣经 圣经合同的美好 合同的完全 合同的清楚 什么叫完全人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嘛 教导人学义 什么叫学义 然后就回过头来给你解释了 解释了什么是完全 解释了什么是行义 真好 所以我们的完全人 今天彻底解决了 对不对啊 那不仅如此啊 我们再看一看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 上帝在世人面前宣告 这个在敌人围困当中的 在阴间门残忍当中的 在阴间门门口的这位心妇 他的仆人他的百姓 上帝总是准时的临到来保护他们 宣告他是我所爱的 我们看第二句话 所以我们看第二句话 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 是生养他所宝爱的 这个母亲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已经讲过 我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看加拉太书 保罗说撒拉是我们的母 是我们在上的母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就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 那么保罗讲基督徒教会 撒拉是我们在上的母 他想说什么 加拉太书那里面想说什么 想说的是我们不是奴仆 那是儿女 对吧还记得吧 不是奴仆那是儿女 而且这个儿女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要承受产业的 第二个特点是凭应许生的 好吧 那么这个真理跟这个语境有的关联也很清楚了 你控告我没有用 我不是根据律法生的 我是根据应许生的 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肉体 我们得救靠的是圣灵 你们靠圣灵得生是这么说的吧 还是遵行律法得生的 很清楚的啊 所以这里面就是上帝再一次的为我们变红 就这么简单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别的解释的方法 这样讲信息太多了 大家看我的讲章吧 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有些信息好像也是 包括下面的称他为有福啊 这些概念啊 和圣诞的故事有好多平行的 我不解释了 免得大家乱 看我的讲章有兴趣的话啊 就是这些经文也指着耶稣基督圣诞的故事 但是这些故事和教会有关联在什么地方呢 还是那个道理 就是虽然预表教会也可以指向基督 虽然预表基督也可以指向教会 因为新郎和新妇夫夫妻是一体的 没有矛盾啊没有矛盾啊 我最后想强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样讲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 然后他是我所爱的等等的一些概念啊 就是上帝在黑暗在我们遇到绝境 在我们被魔鬼控告的日子里面 突然向我们显现来保护我们来胜过四面的仇敌呢 有圣经当中太多太多的平行的故事了 最明显的大家记得吗 就是民数记十二章 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二节 上帝为谁辩护 为摩西 那个时候就以色列人的领教 后来还有250事件我以前讲过了 而且这个时候对摩西的攻击真的很残忍 为什么残忍啊 一个是他哥一个是他姐 人家外人怎么说 你们家人都想弄死你 肉身上的事啊 大家知道那件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摩西是鸽子 为什么是鸽子 摩西从来不变红 一句话也不说 也不解释 也不说话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神的声音从天上就加下来了 对吗 说这是我的哥子 这是我的完全人 记得吧 太平行了 他说不管你们认为摩西是什么人 但是他在我的家里面是尽忠的 每次看到这段经文啊 真是让人特别特别感动 然后神的手就临到了 对吧 但是神还是蛮 我觉得蛮节制的 没有打击亚伦 给了亚伦面子 给脸了 打击了米利安 我想原因很有可能是米利安觉得她是王后 她是非兵嘛 大家明白吗 然后可能跳的最疯狂 马上就长了大麻疯 大麻疯什么意思 那借着这件事情 你不就是想丑化摩西吗 你不就想黑他吗 但是结果你变得更难看 也许世人以前还不知道你是个大麻疯命患者 现在知道了 这个经历呢 在撒加利亚第三章也表现了 我刚才提过了不再说 然后到约翰福音第八章 主耶稣打击那些文士法利塞人 用的是相同的道理 提文在后书第三章 我讲的就是刚才大家读的经文 所以这里面很清楚的看到的圣经首尾一贯的上帝借着基督对教会的爱情保护 所以我说啊 当香港受辱的时候 当教会受辱的时候 我们突然看到了五二八 李克强向习近平宣战 五二九川普向习国宣战 新闻背景我不讲了 我们这是讲到台 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定有一个时日啊 当受冤屈的 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啊 圣经上讲 上帝一定为孤儿寡妇申冤 就会兴起你完全想象不到的事件 起来行使他的审判 而这个审判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爱那些行义的人 他一定会出现 爱的上帝一定为心腹报仇 那么这场审判 这场变化 这场混战 在这样的2020年这样的日子里面 这种宣告目的是什么呀 为什么上帝现在没有把这些人全部消灭啊 为什么现在就把中国全部终结了 把所有上来来攻击我们的人全部都得了大麻疯 或者让他们彻底的消失呢 为什么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最后一句话 众女子见了称她有福 王后宾妃见了也赞美她 这什么意思 就经过中间我们讲的林林总统 林林总统的传道和见证和审判 还是有人悔改 好吧 你们是真正的传道人 你们是真正的教会 你们真有福 没有办法 我们要赞美你们 因为在这样的时候你仍然坚持 你仍然站住了 我们用还是用香港来做比喻 经过了这个过去的一年两年的这个时间 大家发明发现在改变 改变了很多人 确实有女子开始称她 这才是一种福饭 这才是值得赞美的 虽然表面好像失败了 政治上好像失败了 但是他们在天上赢得了胜利 这真的是很重要 这两天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就是过去一周我为什么说是得胜的一周 收到的大量的信息 都是我们得胜的消息 众教会传来的消息都是好消息 一个方面更多的人洗礼 另外一个方面呢 有人跟我说说过去的这五论 他说好多的周边的人都在觉醒 包括他说教会正在醒来 某处一个教会他本身是也在开放地区 说他们现在教会新进来的人比往的任何时候更多 就是因为这五乱 他说这是基督教 真的是真基督教 特别是上一次的对灵恩派的批判 我原来以为我要遭遇什么呢 我觉得神的恩典还是够用的 什么原因呢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没有伸手 其实我们忘记了 其实上帝要借着这场征战做更大的事 这个叫忍耐啊 我还是那句话 上帝要借着香港 也要借着我们教会 真的是要做很多很多的事 但是由于人性本身的这种局限 你突然间给了一个世俗意义上的立刻的胜利 我告诉你上帝的什么目的都达不到 不定达不到啊 还会带回我们 第一我会骄傲 第二那些所有受过苦难的人 没有一个人会悔改 所以我盼望越是在黑暗的时期 我们越要平安喜乐 因为我们相信神一定有他的美意 他一定是真爱我们的 而他的恩典一定是够用的 所以也求神今天这样再一次的保守我们这一次的讲道 好的我们翻到第四部分 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 美丽如月亮 角角如日头 威武如展开惊喜军队的是谁呢? 我下入核桃园 要看古中青绿的植物 要看葡萄发芽没有 石流开花没有 不知不觉 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 十二节被所有圣经学者认为是整卷雅各最难解的一节经文 求神帮助我们 因为这段经文 我现在给你们讲的时候 比我预备的时候更赶 不瞒大家说 我现在很多看见事 我写讲上的时候没看见 他真的很美啊 真的很好 我们呢 还是把这一段经文 第四部分这个经文呢 再分成交叉的结构 第十节 显而一见有一句话是重复的啊 所以我说交叉呼应 这里面再一次的强调 教会军队的属性啊 这个我们不再展开说了啊 但是他加了一个新的概念 那就是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 美丽如月亮 皎洁如日头 加了这么多的概念 同样根据上文的逻辑呢 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个看成是 对教会的第四重定义 第四重定义 然后第十一节第五重定义 第十二节第六重定义 换言之啊 雅歌第六章在交叉结构当中 对教会至少有六重定义 肯定性的定义 然后首尾有一个否定性的定义 否定性的定义就是教会不是舞女 教会的底线是教会不是舞女 然后六重定义前面讲了三个定义 这里面又讲了三个定义 第一个定义第十节 然后十一十二 我们先看第十节 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啊 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 微舞如展开惊奇军队的是谁呢 这里面我先要说明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们的圣经的版本呢和传统呢 我一般都认为啊 整个雅歌第六章 包括十到十二集啊 都是新郎对新妇的话 我们今天把它反过来 这也不是我的独创 还是路德教会那位学者 他认为呢 这里面的这个话语是 新妇对新郎说的话 是反过来啊 是新妇对新郎说的话 我个人呢有两个解释 供大家选择 第一我同意他的观点 就是这三句话 是新妇对新郎说的话 第二呢就是第十节 继续是新郎对新妇说的话 但是呢十一到十二节 是新妇对新郎说的话 两个都可以 但是结论 传统的那种解释 你们圣经版本的那个解释 我确实认为是不对的 应该是不对的 好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这三节经文 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 美丽如月亮 皎洁如日头 威武如展开 旌旗军队的是谁呢 我们回到第四节 我们看看有什么差别 第四节 他说我的家偶 你美丽如德萨 秀美如耶路撒冷 威武如展开 旌旗的军队 第一个差别是家偶没有了 对吧 不是家偶了 第二个差别是 这里面是美丽如两座城市 好 翻回来 那么这里面讲的就是 如晨光如月亮如日头 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们先看呢 就是如果啊 这个是新郎对新父的话 那就等于基督对教会的定义 进一步的定义 那么这个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四个方面 向外观看的教会 三个定义啊 第一是向外观看的教会 第二就是三光的教会 晨光月亮日头 第三个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军队 军队的定义我们不解释了 然后我们再看前面这几句话 是向外观看的教会 是除黑暗进入光明的教会 是美丽缴结如日月的教会 我们再往前说你就越来越开朗了 这都跟新约圣经是一样的 向外观看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教会是世上的山上之城 前面是德萨与耶路撒冷 那么这个观看那个词呢 原文指的是从高处向下看 在整个圣经当中最早出现的是两处 都和谁有关呢 都和所多玛灭亡有关 第一次向外观看的是天使或者基督 就是从高处看平原的所多玛厄摩拉 第二次是谁看的 亚伯拉罕在山上往下看 看所多玛厄摩拉的灭亡 所以一个方面我们看得到的是 教会是山上之城 这是主的教导 是不能隐藏的 我们为此否定官方教会 为此否定地下教会 地下教会怎么看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世界 我们不是关起门来修炼的一群洞里的老鼠 我们不是七十二仙山洞府里面的小妖精 我们是信仰道成肉身的基督徒 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 对吗 你是个向外观看的教会 现在这个教会是不是瞎眼的 比所有的时候都瞎眼 全部都闭上了 我在网上还讨论 我今天其实还是有点点节制 因为在这个地方讲到我太敏感的 我不讲 就是不许讲那个六四好像成了这个教会的政治正确 真是怎么会堕落成这个样子 堕落成这个样子 那就是因为教会不再向外观看了 而且我们给不再向外观看这种教会编制了五大理由 我们都一一驳斥了 再加一个理由 我们要向里面观看 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有多脏 不耽误的 等一下我告诉你怎么向里面观看 教会既向外观看 也要向里面观看 知道吗 十一节要看 注意这里面的两个看 向外观看 要看古中 我再感慨圣经怎么这么好啊 什么是教会 向外观看 要看古中 向外观看 看那个世界 看那个世界的罪恶 宣讲上帝的公义审判的信息 和救恩的信息 第二个呢 向古中观看 你是不是还是个罪人 你是不是比昨天比去年更更新了 多好的身体 多整全的真理啊 只向外观看的教会是邪教 是政治基督徒 只向内观看的基督教是邪教 你只是邪灵下面的一个假教会而已 同时向外观看 也要看古中的教会 是真正的教会 是他母唯一独生的 就是这个道理了 所以这里面的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教会是一个向外观看的山上之城 第二个方面啊 用新约定义很简单 你们是世上的光 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就是主的教导 你们是世上的光 如果我们认为这句话是心腹说的 也不矛盾啊 上帝说你们是我的军队 教会说主啊我们是你的军队 对不对啊 这就一应一打嘛 前面是主说的 现在是教会的任性 没有任何问题 那个不仅如此 我们再把它放到 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更清楚了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天刚亮的时候 文士和法利塞人带了一个行淫的夫人来 对吗 如果我们读和西阿书就知道这个行淫的夫人就是以色列吧 别那么饶舌 这是一个神学预想 对吧 当然同时代也是历史事实 我们也不否认啊 然后就是在那天 我以前讲过这个感慨 就是这个夫人以为她已经到了世界的末路 最黑暗最黑暗的边缘 已经被打死了 突然间神的声音临到了 如晨光发现 那不是她一生生命的结束 乃是她一生生命的开始 月亮和日头 大家回头我们再去讲启示录第十二章 那个夫人脚踩月亮头披日头 对不对啊 教会的形象都在这里了啊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教会的定义 那就是教会是世上的光 教会是山上的城 这就很清楚了 这是第一个定义 第二个定义 如果说第一个定义强调的是 教会在人间要做义人 做公义的见证 那么第二个方面强调的是什么呢 教会要不断的反省自己 我下到河桃园 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 要看葡萄发芽没有 石流开花没有 看我的讲章 我这里面讲结论啊 我们每天来到教会 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常常进入教会 就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干什么 看我们的新生命开始了没有 看我们更新了没有 看我们有新生命的迹象没有 这个时候你还不要指望结果子 现在正是发芽开花的日子 发芽开花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垂死的生命被人控告 被审判被见大被侮辱被弃绝的生命 你现在在神的谷中 你现在在这个园子里面的时候呢 你要常常去看看你自己照照镜子去更新去反省去自省 所以你看第十节和第十一节是何等的均衡的真理 看这个世界 然后你看你自己 什么是真正的教会 真正的基督徒 这里面也让我们再一次感慨 因为向外观看呢 做世上的光啊 人类的良心啊 民族的良心啊 公共知识分子都是这一套 对不对啊 作家都是这一套 专门照耀别人啊 全世界主义者都是这一套 我说的全世界主义者 迪奥给你拿着灯笼专门照别人 都是这一套 但是呢 如果你缺少第十一节的见证 你一定是 你正好是什么 你正好应用了圣经上的另外一句话 就是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光明的前面对不对啊 明亮之心 找尘之子 专门照耀别人的 所以这个基督徒和魔鬼之子有的时候是特别像 真的很像啊 就像共产主义很像基督教 明白吗 很像 像不等于是啊 而且往往是越像越是敌人 不像还好一点 因为越像越不好分辨嘛 那么我们怎么来分辨呢 其实第十一节是试今时 那就是你看这个人 无论他说的怎么道德的高调 他有没有一句话 一篇文章一本书 一个见证也好 什么也好 一篇一场讲道也好 讲一讲我是个罪人 神救了我呢 还是他所有所有的信息都是如晨光发现 都是美丽如月亮 都是皎洁如日头 如果没有第十一节 只有第十节 他必是魔鬼之子 所以这是我们分辨真假基督徒和真假教会的第二个方面 那就是我们重点要看 基督徒教会传道人是不是同时具备 现在这三个特点 同时啊 同时 这一点很重要啊 我特别提醒 包括我本人在内 就是啊 中国知识分子 如果你要变成了基督徒的话 往往就是停留在第十节 如果你仅仅停留在第十节 没有第十一节 等一下我还会展开讲 特别是第十二节 你会比以往任何的时候更邪恶 更像魔鬼 更被咒诅 甚至对你的咒诅会祸及到你的儿女 第十一节原因 我已经强调了 那就是你从不认自己的罪 指定别人的罪 你加入基督教 你好像认为在你以往的荣耀之外 又增加了一个荣耀 你明白吗 好多人信基督是这样来信的 哎呦我以前有名有事有钱有权有功成名 就诸如此类的就是很优秀的人 哎呦我到了西方了或者我接触福音以后 我再在优秀当中更加优秀一点 那就是我还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魔鬼多开心 就是你信基督那一天 你就比以往任何的时候更成了魔鬼的儿女了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对不对 大体这么说吧 70%到90%的基督徒是这种东西啊 都是魔鬼的儿女 就是他们进教会信基督 是为了把在以往的贵族气质之外 再加上点更贵族的气质 阳气嘛 还阳教 我现在信基督 我是个有信仰的人 我跟川普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跟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 因为有共同的信仰 我要去教会 我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作家 这完全完全真的在糟蹋我们的信仰 完全搞反了 我们还是那句话 就是基督来呼召我们 是吩咐我们去死 没有死过的 没有像最死过的基督徒 一定是假基督徒 而且不想死 还要让别人去死的 就是你信了基督以后 你觉得你以前不仅更有荣耀了 更有贵族气质了 而且你还要拿着圣经 口寒天县的去定别人的罪 要别人去死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是彻彻底底的 世俗的角度来讲 流氓作家 神学的角度来讲 你就是灭亡之子了 没有任何任何的问题 所以中国人信基督教 中国的精英信基督教 我认为是整个世界里面最危险的事儿 最危险的就是中国人信教 而这个危险最典型的表现就是 以前靠肉身把粪坑先生变成贵族气质 现在是靠圣经把粪坑先生变成龙的传人 原因就是他们从来不看古中的自己 我希望我真的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 这真的很危险 我们今天在这里面讲 不是要不是从肆意出发啊 这是一个现象啊 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这叫什么现象啊 我不想说这个名字了都 几乎不太想说这个名字了 我怕脏 我也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圣洁 但是这种现象本身真的很脏啊 是上帝所咒诅的污秽 是当灭之物 就神感到恶心 神感到恶心 为什么感到恶心 因为你的窃取上帝的荣耀 但是仅仅到这个阶段还是不够的 还要有第三个阶段更重要 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之前 我们解释一个名词 因为这个名词在这里出现很突兀 核桃圆 从来没有过核桃这个词啊 而且整卷圣经当中只有这么一次出现了核桃 为什么是核桃圆 不瞒大家说找不到答案啊 没有学着解释这个问题啊 好吧 今天你们有福了 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词没有别的含义 就是葡萄圆 就是核桃圆啊 就是核桃圆 但是呢 我们再一次的感慨啊 就是雅各是诗歌 诗歌是要用点的 但这个点呢 并不是从圣经来的啊 我讨厌百度 这个假的搜索认清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信息 给你解释核桃的原产地是哪里呢 以色列是没有核桃的 原来是没有 中国也没有 世界其他地方也没有啊 核桃的原产地是波斯 我们就赫然开朗了 谁在波斯的王宫里 以色帖 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概念可以知道 这里面在继续的在讲以色帖的典故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当然不能说百分之百 这么解释 至少我们找到了一个答案 一个方面我们绝对的认为圣经 没有一个词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一个词 特别像诗歌啊 雅各这样的 诗中的诗 歌中的歌啊 每一个预像 每一个典故 都是有所指的 是个典故啊 第二一个方面呢 就是圣经也会有其他的线索 互相映称 不然大家想一想 这个以色帖怎么得救 你这长得那么美 然后现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杀 我想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就是各方面都很成功的一个人 他如果意识不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更新 他这辈子其实比所有的人都悲惨 而且他不可能得救 所以我们从米斯提和从约伯身上都能看到这个危险 这个巨大的危险和隐患 所以一个人各方面都特别特别好 一定是你是更容易落入咒诅当中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后 看到东方另外一个至大之人就是约伯 她所经历的这种更新 都是神真爱的一个彰显 好这里我们就发挥到这个地方 看第三个定义 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尺中 不瞒大家说 没有人知道在说什么 而且这个翻译也很糟糕 然后你看英文的翻译更如坠无理物种 不知道在说什么 一个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啊 这是雅各当中最难解的经文 另外一个方面呢 关于这节经文的解释是五花八门精彩分成 末中一世有一千个雅各书的作者有一千种解释 我个人这些日子常常来琢磨这件事情 祷告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一个是祷告神的你让我明白 第二个方面呢 我要实在不明白 我就说我不明白 免得强解经文落入试探当中 现在我能领受的是这些啊 我觉得他讲的基本的道理相当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和八节 不知不觉相当于八节 我们写在上面 后面这部分呢 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相当于九节 第八节是 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 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所以不知不觉嘛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得救 我们更新 我们变化了 我们再次反对一下鸡汤家那个主流的个人见证 其实我跟大家说 我们最诚实的说法是不知道 这个字的原文就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怎么得救的我不知道 我怎么更新的我也不知道 我完全是被动的 就是这么个道理了 被动的啊 这也是我们刚才讲的流氓作家也好啊 这个钻当侠也好啊 这个第一嫖客也好啊 文化基督徒也好啊 就是你写的那些东西啊 和那些鸡汤教连排那些见证 基本上都是谎言 你不仅对别人的罪啊 信口开河 撒谎成性 你对你自己的意和更新也是如此 其实我们的得救在某种意义上是被拖着的 被迫的 被动的 不是我们自己决定了掌控的 每一步都很清晰的 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变化啊 也许你过了十年八年五年三年信主以后受习以后 你才能够经历其中之一般吧 百分之一百分之几 但是一旦你信主受习以后 你觉得你改变了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 你可能骄傲了 你觉得你变了 你觉得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 这个你要警醒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旦有这样的一个印象的时候呢 你就会你就会骄傲 你就会不需要教会了 你会挑牧师的毛病了 我不是说牧师不能挑 你就觉得你已经有三年了五年了 我已经有新的看见了 那这个时候你会起来 一定会起来 魔鬼一定会激动你起来的 原因就是你已经自己 你觉得你已经知道了啊 我知道的意思就是这里 这个词就是蛇说你们知道善恶那个知道 但是心腹和教会这里面放下的这种知道 他宣告的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把这个救恩成长的荣耀和恩典都归给神 这是一个这句话的解释 那问题是啊 你这种不知不觉啊 无知不知道 是不是就导致着你这种佛教的状态 那我就等着别人救我 不是的 但有一件事情你是知道的呢 那就是你安置在尊长的车中 大家看讲章 我是怎么解释这句话的 根据原文啊 我这里还是讲结论啊 就是我的灵魂苏醒了 我被安置在尊长的车中 这个尊长这个词的原文呢 有两种解释啊 一种是个专有名词 大家看啊 这是以色列人常用的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主要是亚伦家族祭祀的名字 这是一种解释 就是专有名词 第二个解释啊 你看king jv 就是那个英文版的那个翻译 它是专有名词 它不翻译 完全是拼音嘛 呃完全不是这 这和和本这种翻译 第二种翻译 这个尊长的意思呢 就是我的百姓 my people 我的百姓 所愿意的 所信仰的 所遵从的 就是我的灵魂把我安置在我的百姓所遵从的车中 我的百姓所信仰的车中 或者安置在那些具有祭祀的 有尊金尊的 祭祀的传统的车中 就是这个概念了 什么意思啊 虽然我不知不觉 那我怎么得救 靠什么得救 那就靠在车里面待着吧 这车是什么车 这个车我不需要太多解释 就是教会了 就是圣殿了 就是一个移动的圣殿了 我为什么把车中解释为圣殿 你看讲章啊 在圣殿的很多很多描述当中有车子的概念 这个可能你们以前没有注意 也是很多人没有注意 所以不知道车子是什么 义和华像我们显现的时候 往往有一个词叫车年 然后呢 在圣殿的描述当中里面有很多车子的意象啊 我不展开说了啊 车子级也是为教会和圣殿没有问题啊 对谁都没有难处 那么尊长的车中意思就是 无论上面两种哪一种解释 讲的都是我们常说的圣里型的教会 好的 我把这两节话合起来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我们讲我们是世上的光 第二个讲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不断的更新和反省 第三个问题讲的就是 你唯有在教会当中 唯有在真教会当中 唯有在圣里型的教会当中 你才可能是世上的光 你才可能是一个反省和更新着的生命 这个结构太明显了 你才可能够理解什么叫不知不觉 听道领受圣礼经历洗礼圣灵在我们的身上 所有的变化和更新都不是从你的意志出来的 都是上帝从外面让你不知不觉的嫁给你的 对吗 所以特别清晰的真理 而这三个教会的真理合起来 让我们进一步的知道怎么分辨真假 你这个教会是公义的见证者吗 你这个基督徒传道人 你这个基督徒作家你是一个不过实时反省自己罪恶的新人吗 你这个假弟兄 你是常常的在圣道和圣理当中不知不觉成长的人吗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这些年不断讲的三个基本的信息 对不对 所以圣经的真理是这样的前后一贯 我们看最后一节 又回到了世人跟教会的关系啊 前面说你你的信郎在哪儿 这次他就开始来 我们用一个很不堪的话 就开始来调戏妇女了 调戏妇女 回来回来 苏拉密尼你回来你回来 是我们得观看你 也可能教会扩张了 教会得胜了 和上帝祝福了 不管什么原因吧 现在这世上的人开始来围观教会 整个的康斯坦丁大帝归正之后呢 整个罗马帝国全境把基督教变成了国教 西方被称为基督教的世界 人们愿意归信基督教 但是随着这种国教化的运动的发展呢 其实教会越来越成为一场表演了 对吗 那你去天主教 你看这些大教堂 你看现在传道的那个基本的风格 其实就是一群戏子 这话当然很难听 以前说的好听一点 你先说的就是鼠灵表演艺术家 现在我们回归吧 这些人开始喊了 说回来回来 苏拉密女 你回来你回来 是我们得观看你 有一节经文呢 这里我没有引用啊 应该是耶利米书里面的话吧 就是圣灵使用这样的词呢 有一段平行的经文讲的就是 犹太人从巴比伦你回来回来 所以它有正面的含义啊 就是现在你们要回来了 回归回归嘛 整个的犹太人啊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呼喊这个苏拉密女回来 回到应许之地 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世人对教会的呼喊 苏拉密女苏拉密女 这个概念在雅各当中 只出现在这一个地方 出现在两次 大家如果去看一些所谓比较严肃的啊 即使是严肃一点的雅各世经著作 他们从头至尾 把那个心腹的名字呢 命名为苏拉密女 CPH的那个那个专著 那个巨著这么厚的那本 从头到尾就是这么讲的啊 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讲法 第一呢就是啊 雅各当中的心腹是不是指的 或者完全指的总是指着苏拉密女 这是可疑的 不一定 不一定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苏拉密这个词 本身不一定是专有名词 他也有可能就是他这个词的原意 我讲过了在导论当中 书念的女子也好啊 雅比萨也好啊 或者呢 他本身就是女所罗门也好啊 或和平之女也好啊 传和平的福音的女子也好啊 见证是基督平安的教会也好啊 都有可能的啊 所以呢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知道的是就是 世界对教会有一个巨大的试探 一个方面我们前面看到了 教会有两种观看 向外观看 看要看古中 这里面呢 世界要看我们 世界要看我们 世界看我们啊 给教会产生了极大极大的试探 会让我们有一个就是蒙发一种巨大的虚荣心和名利欲 我们渴望为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 因为这个注意力本身是经济学 对吗 转发点赞更多 就是赚钱更多 就这么简单了 就这么简单了 所以我个人理解的就是 当前面所有所有的逼迫 控告 伤害 这些残忍的战争被主屏蔽掉消灭掉之后呢 其实接下来魔鬼会用更狡猾的方式回来 是现在我们喜欢你 我们喜悦你 我们喜欢基督教 我们要建立国家教会 我们要建立三次教会 教会是个好东西吗 我们要看一看你 把玩一下 大家知道 其实这是教会最大的事态 我跟大家这样来讲吧 基督教在西方世界成为国教 特别是宗教改革 美国建国 欧洲重建以后 其实基督教面临的前所未有最大 最残酷的试探 这种试探远远超过罗马帝国三百年的大逼迫 我们看到了三百年的大逼迫 基督教是节节胜利 从一个小老头叫保罗的人 变成了一个就腹阴腹盖的整个西方世界 但是呢 就是在基督教成了西方的国教以后 其实整个的基督教就不断的在走世俗化 整个的基督教就在不断的变成无女 所以我对当下的这场黑暗的时代和逼迫 我真的知道背后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试探 我们怎么做出反应啊 感谢主 这才是真正的教会 你看我 你想看我 你想夸我 我就会上当吗? 不会 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秘女 想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 这句话应该贴在刚才那句话下面 我们的教会不是做戏子的 你以为我们是和尚吗? 你们家有个豪宅呀 你儿女怎么着了? 呀 请人牧师来 给我们开开光 给我们祝福一下 我有钱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他拒绝了 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秘女 想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 这句话没什么难的 按照字面来理解就可以 大家看苏拉秘和马哈念 这两个词很接近啊 就有很多对立的概念 马哈念这个词 大家可能还 如果你们要记得的话 就是在创世纪里面 雅各离开了巴比伦 又是离开巴比伦啊 我为什么说这段信息 不断的指向以色帖或者犹太人从巴比伦出来呢 你看这些概念都在这儿了 当时也是从巴黛亚兰回来的 在马哈念那个地方 有二军营天使天军 两部分军队的人像雅各显现 那是在雅各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日子 对吧 后有追兵前有仇敌 后有拉班前有伊萨 那是真是有意思 两股仇敌 上帝派来了两支军队 你知道这有什么祝福 真的不要怕 就是神一定派势军立地 并且能够显胜了部队来帮助我们 只是你看不见 我们放心好了 只要我们住在圣理性教会当中 神一定保全我们 那么把马哈念镶嵌在这个地方 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刚才解释那些险恶的用心 要把玩我们 要把我们当作戏子的这个势力 是真实存在的啊 不是我的杜传 以经接经 只以新约圣经为例 大家回头看 路加福音是23章 使徒行传17章 24章25章 我们会看到好几处 对这个把基督和他的教会当作戏子来观看的那种邪恶 希律王要戏耍基督 给基督穿上袍子 头上戴着荆棘 然后各种打扮羞辱吐口水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演戏 而且首先把基督把耶稣变成一个演戏的人 对不对 戏耍他 让他变成一个戏子 他说基督在演上帝 他说基督在演皇上 在演我君王嘛 对不对啊 然后呢 使徒行传17章 希腊人 保罗去传福音 他们听了听了 这个很有意思 死人复活很有意思 你再给我讲一讲 这个很好玩 保罗就从他们当中走出去了 你耍弄我们不行啊 24章25章讲了几个君王 几个皇帝 几个总督吧 大张威势来 为什么 他们想看戏 他们要看戏 然后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1章 主耶稣对这个看戏有一个反应 他说你们到我这来 你们想看什么 你们到旷野里面想看什么 看什么风吹炉尾吗 还记得那段经文吗 你们想看富人吗 想看贵族吗 达官贵人到宫里去看 你到我这看不见呢 然后他还讲平行的信息 我吹笛你们不跳舞 等等等等 最后他宣告了审判 这个博塞大呀 加百农啊 还记得吗 明亮之星早生子子那些啊 你们都要升到天上去了 那所有这些被咒诅城市都是被咒诅的 最后真的被咒诅了都灭亡了 这什么意思 基督和他的教会 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 我们现在所传讲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啊 是一个救恩的上帝是个审判的上帝 而教会本身掌握着钥匙圈 如此严肃的事情临到了世界 临到了这个罪人的面前 你把我们当作一群演戏的人 并且戏耍我们 其实你正在灭亡 你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审判 万丈的深渊却不自知 西方有一个哲学家叫齐克果 应该是他讲的一个预言非常生动 就是剧场里的小丑 这个世界像一个巨大的舞台 然后呢场上呢就变戏法的说相声的 然后耍杂技的也好 后面的人都是相当于今天的这个这个达人秀 下面的人很嗨啊 也相当于过去的罗马斗兽场啊 诸如此类吧 正当大家这个掌声了雷动高潮叠起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小丑从后台跑到前面来说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然后大家就乐了前仰后合了 这个太搞笑了 这个太可笑了 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后面真的着火了 所有剧场的人都被烧死了 今天啊神差遣他的教会 你说圣灵的火也好 在这个世上点燃了啊 记得他的仆人像想起书第十一章一样 两个传道人披着蚂蚁在传道 世人以为我们是戏子呢 所以啊到哥林多前书和西伯来书 经文在那个地方 保罗用词分 我认为他用一种非常悲愤的心情 在强调我们被人 包括希伯来书的作者 被人当作细境来看 哥林多前书保罗现在你们都要做完了啊 你们彼此攻击 教会内部出了很多风波 然后保罗说这个时候我因为传道的缘故 正在被世人各种逼迫 被人当作细境 羞辱 谩骂 追赶 奸进 杀害 我成了细境一样被人观看 神把我变成了幕后的使徒 像演戏一样给别人看 所以很多有人反驳我说 哎你怎么是总批评属灵表演艺术家 新军圣经明明说我们成了细境 这种无知的真是欲望人呐 那保罗是谁说他想当戏子吗 保罗是说你们把我当成了戏看 希伯来书也一样呢 讲的是同样的背景 我们被杀被逼迫被追赶被羞辱被践踏 成了戏景让世人看 这种戏不是演戏 这种戏是什么 我们是在用我们的生命 用我们的血泪 用我们的信仰 用我们的爱情来为救恩和审判做见证 所以我们这样的讲法是有圣经充分的根据的 我们不是世人的戏子 马罕念也一样 你现在是面临上帝的军队在你的面前 你现在就正在以为我们是跳舞的 明白了吗 这何能有冲击类的一个画面呢 为什么现在好多的教会这么的捉急 一定要盼望更多的人来进入教会 为此想尽一切的办法 昨天我去咱们的教堂 我带着相机 我去拍我们那个小教堂的监堂 我突然发现有巨大的海报在上面贴着 就是一个英文查经班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心里真是特别特别的难过 你用这个东西来招揽人干什么呢 我不责备某一个具体的目视啊 因为这是所有西方教会的共同毛病 以前还有很多人跟我出主意 你们教会想点别的折 吸引人 你说什么折不就让我当舞女吗 我要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我脱光了呗 看的人更多 一个方面 我们对神的道本身的力量使出了信心 比外邦人还没信心呢 好多人都问我回国穿福音 见自己身边的人 哎 牧师我怎么给他传啊 你知道大家你们也经历过 我每次讲的都是一样的话 你就讲圣经好不好啊 你说你自己都会觉得 哎呀我讲圣经人家讨厌怎么办 人家不听怎么办 基督徒你跟他讲神爱事 甚至讲他独生者赐给他们 然后指一切心他的不致灭亡 反倒永生 然后就跟我说 我跟他讲这个人他反感呢 他不爱听啊 他也听不懂啊 那我就说那你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出点高招呗 就是怎么能够委婉呢 然后用各种方式的 说哈佛大学有人信主了 酸婆也信主了 用这种乌撒的手来帮助你们 大家明白这里面藏着一个什么什么 什么样深刻的真理呢 那就是我们这些传道人 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自己认为上帝呢 用圣经让我们讲圣经来传福音 不够高明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更高明的手段 多无知啊 所以我告诉今天所有听这篇道的人 你就用最愚拙的办法去给你的亲人传福音 最愚拙的办法就是 你哪怕就是跟他一字一句的读圣经 也比你的高招更高明 否则的话你讲来可能会带很多魔鬼之子进教会 他信了也是假信 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要相信啊 你讲的这个圣经不是你在讲 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 而是什么 圣灵一定随着他的道同时临到 抗拒圣灵那不是你的责任 你不要对这个讲道的结果负责 但是如果你不用圣经讲 那是你的责任 我们的这种虚荣心 就这种细子的心态 这种跳舞的传统太根深蒂固了 就是我能不能弄点花样 我能不能迪斯科看一样的 我能跳一个什么现在啊 拉兵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不愿意来我们教会是不是 那我 来啊我们教英文 然后有的时候贼妹书眼的这个牧师也好 教师也好 趁机的讲点圣经的英文 我们基督教什么时候这么可怜 我们的基督教是什么 那威武展开惊奇的军队在哪里呢 气死我 那谦卑的驱逐的展开英语教材的人呢 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 还永远没有英语班 要学到别的地方去学的 我们这没有 你说的有爱心呢 那爱心可以啊 到临到你们家去教英文吧 教会是神的殿 是万民祷告的殿 哎呀我这想跑鞋了回来了 马罕念是二军兵的营地 当然这个马罕念呢 你可以不做专有名词 就是两个营地 跳舞的没有别的就是舞女啊 就跳舞就是舞者 这个不需要有更多的这个展开 我还是劝所有的教会少一点兴趣班 少一点别的跳舞的姿态 诚诚实实的专心的讲圣经 包括咱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 我觉得好多人给我们提建议啊 就这种那种 我们还是固守一个底线 兴趣啊活泼一点 就当然是要追求的考虑孩子们的生理特点 但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信息 那就是孩子们听得懂圣经 而且比我们更懂圣经 这有孩子做见证 不许骄傲啊 很多时候比我们对圣经的领受更充分 而且如此宝贵的时间 如果宝贵的年龄 就是真是开花长夜的日子里面 你不给他灌牛奶 你为什么要让他吃屎呢 那我这话有点难听了 一旦打下坏的根基 讲来改起来 真的就太难了 我们也有圣经上的根据这么说 提摩泰啊你要明白你从小就明白圣经 好吧 主学老师回来了 小心了啊 我们的主学老师是最好的 还是讲圣经的啊 好的 我们今天的这些经文的解释基本上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做一些总结性的应用 我们的应用呢 重点要打开的经文呢 就是今天雅各第六章最中心的那节经文 六章七节如同一块石流你的太阳在帕子内 这是原文的顺序啊 合合本的翻译是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 如同一块石流 上次我们简单的讲的讲这节经文的含义啊 今天我展开说一下 石流的应用在旧业当中大量的篇幅呢 都是出现在圣殿里面的祭祀的木袍也好 圣衣也好是那里面最重要的装饰之一 所以从诗歌的角度来讲 这种体育这种典故无非讲的是什么呢 教会圣殿 两太阳在帕子内 强调的可以是什么呢 强调的可以是人的脸人的头要蒙上 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 在教会里面要认罪悔改 不断的经历认罪赦罪的丛生 这是这些经文比较核心的真理 和我们刚才上面讲到的分辨真假基督徒 真假教会的信息是完全平行的 进教会谦卑在主的面前 不要脸皮太厚啊 认罪悔改 丛生更新 这是雅各六章七节 或者雅各第六章中心的一个信息 圣灵性的教会里面的生命的重建 那么按照这样一个核心的真理呢 我们来讲一讲当下搅扰世界的三件大事当中的一件 第一件大事中国病毒 第二件大事香港危机 第三件大事就是黑人骚乱 我也收到了这两件一些信息 也算是问答与回应 说我们怎么看 首先呢 我要强调我一个基本的立场 我不会为这个白人警察辩护 他犯了大罪 所以我把这张照片贴在这个地方 显明我一个基本的立场 他错了 他犯了罪啊 但是与此同时呢 他犯罪 他已经得到了公义的审判和惩罚 这两个判断 第一他是个罪人 我不为他辩护 第二 不需要我审判他 他已经受到了公义的审判 好吧 这个问题我说完了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们怎么看中国对美国黑人骚乱 或者这个事件的反应呢 这是目前或者这些年来啊 我们对流氓国家的流氓嘴脸的 又一次生动的经验 你要不知道什么是流氓国家 什么是臭流氓 什么是卑鄙无耻 什么是魔鬼之词 你就去看这些日子里面 中国和中国的喉舌 对美国这场骚乱本身的反应 历历在目是生动无体 他以为这是别人的耻辱 他把别人钉在十字架上 他揭露别人的隐私 他以为这是别人的耻辱 但实际上这正是他的耻辱 这不是别人的十字架 这是他的十字架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还是想起上次我引用的一节经文说 不义的人不知道羞耻 他肯定不知道 需要我们讲 我们得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这么讲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就在中国这场兴灾乐祸呀 这种全民就香港的事情 弄得他们就就成了臭不要脸的一个败类呀 然后呢 这个中国病毒要让他们这个可以说是 人见人厌过街成熟的这个形象 现在终于他们爆发了 有机会了 美国倒霉了 美国出事了 然后就开始起来 狂欢 全民狂欢 舆论狂欢 但我要问大家的问题是 他为什么狂欢 他为什么兴高采烈 他为什么集中报道 我们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警察暴力这种事件 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香港 那中国是结构性的问题 没有一个监狱 没有一个派出所 不会在人权罪恶当中 类似的人权罪恶当中 血迹斑斑罪恶 滔天 他们报道过吗 他们正式过吗 谁报道他抓谁 这是个基本的事实 那他为什么要对美国的这件事情 如此狂欢呢 他的狂欢里面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是对美国这个白人警察愤怒吗 是对这个罪恶 就是热爱耶和华的人恨恶罪恶吗 不是 他是对这个美国黑人同情吗 可怜吗 怜悯吗 要为孤儿寡妇变屈吗 不是 他既不是为了公益 也不是为了同情 他为了什么 他什么都不为 他就为了幸灾乐祸 那这叫什么 这就是魔鬼之词 所有的世界里面的这个 一个大国也好 一个正常的人类也好 没有这样邪恶的族类 会有这些五毛党也好 什么人也好来跟我反驳 那为什么美国人也关注香港的示威 第一香港的示威是黑人那种示威吗 第二 包括我本人在内 包括很多绝大部分西方的观察家和舆论也好 我们对香港示威的反应 我们在神面前尝着诚实的心 我们是撕心裂肺的有两个方面的想法 两个方面的这个祈祷 第一我们真恨那些罪人 那些恶人 第二我们真的同情香港人 我们觉得他们真的好可怜 我每次提到香港人 我相信很多人也一样 真的你没办法止住眼泪 我问这个流氓国家的这些流氓作家们 你们有谁在这个幸灾乐火当中 为美国那个黑人流过一滴泪水吗 你们有谁真的发自肺腑的去恨那个白人警察吗 其实你们现在感谢他 哎 终于你给我惹事了 所以这是一个极其极其丑恶的流氓国家 无以言数 真的是罪恶滔天 不义的人不知道羞耻啊 这是群粪坑当中的粪坑 是一群流氓当中的流氓 是一群败类当中的败类 是魔鬼之子当中的魔鬼之子 求神责备他们 但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 美国会平息的 这种骚乱黑人事件 在美国历史上几年就会发生 我同情这些黑人 我有的时候同情嘛 但是这几天看这些疯狂的画面 我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所以我谈第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不为这个白人警察辩护 第二个问题 流氓国家充分表演了他们的流氓 第三个问题 我谈一谈今天的主题当中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怎么看这些黑人继续教会 或者怎么看流氓国家的流氓作家呢 他们有一个共享的魔鬼的品质 黑人的教会 现在是比较兴旺的一部分教会 如果我们对世界宗教史基督教世界的这个潮流有所了解的话 过去一百年五十年啊 非洲的福音是最兴旺的 那么在西方呢 这个黑人的教会也基本上是最兴旺的教派之一 而且他们绝大部分是连派以及女牧师的教会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黑人教会啊 非裔教会里面呢 在过去一百年里面涌现了两位非常了不起的伟人啊 一个就是美国的马丁路德基牧师 是美国黑人运动的领袖 他是为牧师 另外一位呢 就是南非大主教图图 他实际上成了南非所谓民族解放运动 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胜利的一面旗帜 这些人的正面的贡献啊 历史贡献我就不多说了啊 说的太多了 我今天要讲一讲就是 以这两位名目所代表的黑人教会的一个致命的问题 大家知道这个致命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那个中心的信息 黑人啊 我不是说他是寒族的后裔 就应该怎么怎么样 整个黑人 特别是由黑奴历史到今天 黑人一般都被视为是被压迫的阶级 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命运很悲惨不公平 基督教信仰赋予了他们一个全新的曙光啊 让他们觉得自己在真理上在上帝的面前有平等的追求自由的权利 这都没有大错啊 所以林肯解放黑奴我们都支持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事件 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一个受迫害的人啊 会产生一种受迫害的正义受难者正义 受难者正义是什么呢 就是他完全不再把自己当作罪人了啊 这种勤相连心态会熊熊的燃烧起来 就是我被欺负所以我是对的 大家知道在人的面前我被欺负是对的 和你在神面前仍然是个罪人 仍然需要更新认罪悔改 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果你仅仅是一个罪人 是个受压迫的结局 是第三世界 但是你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向罪死向基督复活 那么你更可能会成为撒旦的工具 这个道理我刚才讲过了 那么这个道理和中国的流氓作家是完全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对吗 就是在图图和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黑人解放运动当中 这个图谱里面 这个历史里面啊 他们基本上没有向整个的黑人教会灌输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 教导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 那就是认罪悔改 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足以解释今天美国街头所有黑人的乱象 问题就处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要批评大卫暴森 一个牧师 特别是一个所谓的明牧啊 就是你这个真理的宣讲 真是承担着一个巨大的一个民族性的责任 所以为什么我们劝很多人你不要去做牧师啊 你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如果你总是教导你这个种族 你这个族类 你们是个受压迫的 那上帝现在要解放你们 主的灵在哪里你们就要得自由 如果你同时不去讲 我们刚才讲的六点七点圣经的真理和定义的话 你会培养一支撒旦的军队 没有底线 而且越是没有底线 越觉得自己受冤屈 所以我拥有无产阶级反抗的正义 而这种黑人的习性啊 我不说所有的黑人 我们认识了很多黑人啊 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也有很多好的啊 我不是把它说的涵盖每一个人啊 这个我也不敢 但是我今天确实要批评一下川普也好啊 美国的这个美国的极左和极右啊 你知道吗 到今天为止 到现在为止 竟然河流了 河流到什么地方 所有的人都恨不得要往这个警察身上吐一口口水 我的意思是可以 这个警察活该被吐苦水 包括你川普也在这一个电视上也在骂这个警察 这是政治要讨好民意 但是传道人不可以这样 我们既不可以偏难穷人也不可以偏难富人 我们要诚诚实实的凭着公义 凭着诚实的心按照正义分解选得到 那什么意思呢 当那个警察在街头他展开暴行的时候 我们责备这个警察 当越来越多的黑人在美国的街头施展他们的暴行的时候 我们必须告诉这些黑人 特别是黑人教会的牧师要起来 那就是你们现在正在犯罪 你们同时要回到教会里去 去认罪悔改 中国的作家我看是已经谈到了啊 有同样的问题 和黑人教会这个路数 这个基督徒的作家这个路数是完全一脉相成的 你会觉得你为政治也好 为公义也好受逼迫了 因此你不是个罪人 别人才是罪人 逼迫你的人是罪人 你批评你逼迫的人也是罪人 但你是个义人 这是什么 这是鬼魔 这就是魔鬼 那么这个现象 我用了这个余节现象来指所有 今天我们讲的一些黑假丑恶的这个现象 脏狠凶 还有什么毒 我们可以用这个名字来解释 那么所有的这些现象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法利赛人的教 调节上帝的荣耀 与蛇的事态 我先讲第一个概念 就这个现象分三个特点 第一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呢 好像也既恶如仇 但是他们所有的控告 有两个特点 那就是杀人和说谎 他批评任何人 既不是为了公义 也不是为了怜悯 只是为了把别人弄死 为什么要弄死他所责备的人呢 报仇 嫉妒 或者自义 因为只有吃了你 才显得我比你更圣洁 所以第一个特点就是法利赛人的教 那么为了杀人 一旦你动了杀心了啊 你责备一个人 弄脏一个人 毁掉一个人 你就会无所不用欺击 会用各种流氓手段 撒谎诚性的去诬告他 我们可以看这个余杰对曹长青的那个诽谤 那个污蔑 怎样的虚构编造别人的控词 最后曹长青去证实 你看全是假的 人家说我没说过 一个我都没说过 三个作家 他说这三个作家说 曹长青是什么什么什么 是什么什么什么 曹长青说那怎么办 我打电话问问我 人家说我没说过 我不认为他们在撒谎 我想一个这些知名的作家 一点品位还是有的 不要人家打上门来 你就否认你说过的话 为什么说没说过呢 没有文字记录吗 网上没有文章吗 那你怎么听见的呢 你想的 那你为什么要想呢 就是一旦动了杀鸡 你必然说谎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啊 我觉得基督徒不要中法利塞人的教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准 就是你要责备人和批评人的时候呢 你如果真的是为了公义和怜悯 你不会走极端的 我们说说大卫报森盘 其实我批评他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还给他一个公道 我一直说我从他身上也受益匪浅 但是当我们从一个角度去说他的时候 只是从这个角度去说他 你不可以把一个人妖魔化 你说这个人又是主文 这个人就是个什么 那不可以了 但是一旦你在这个状态里面 在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 比如说保罗定义那个人是魔鬼之子 他讲的是你这个状态是魔鬼之子 当主耶稣说彼得 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吧 就是你这个状态 你这个现象是魔鬼之子 明白吗 这是不同的啊 所以这种现象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法利塞人 伪装为了公义 伪装为了怜悯 实际上他真实的目的就是吃人说谎 第二个特点 基督徒啊 包括基督徒作家 有个更危险的一个试探是什么呢 他所有的这种批评 都是奉上帝的名 剽窃上帝的荣耀 这个更可怕 就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我这里面强调的不是第一嫖客 就是你这些年写的很多很多的文章都是偷来的 这当然是事实 最不能容忍的是 你现在号称你是基督徒 实际上你又不是 为什么不是我已经讲过了 你不仅剽窃香草山 你现在还把基督跟教会的爱情 还原成你跟你老婆的爱情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文雅的话来讲 这是我们见过的这世界上不要脸当中的最不要脸的 这不可以接受的 你再羞辱上帝 用除埃及记里面的律法来说呢 那就是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的圣坛 这个要悔改 剽窃上帝的荣耀 那么黑人教会这场黑人解放运动当中呢 很容易滋生一批人起来 以上帝的名义 剽窃上帝的荣耀 大家如果了解一些国际信息的话呢 你们可能会看到 其实南非所谓获得民族解放以后 南非的文明倒退了很多年 也可以说这些年啊 就是所谓黑人获得独立以后 自己选自己的领导人以后啊 南非的各种文明是直线的下降 我们不能用政治证据真的来看这一切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上帝不祝福 上帝为什么不祝福 因为一场解放运动 淡上了千千万万的小上帝 第三个特点 无论是做法利赛人 无论是剽窃上帝的荣耀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是侍奉偶像 什么偶像 三大偶像 三大偶像 就是蛇给我们的三大偶像 实物 荣耀 权力 或者智慧 我们怎么来判断 我们为什么 我们凭什么说这个人是个假基督徒 这些教会是假教会呢 因为他是否是侍奉 名利欲 权欲 权 你看得见 因为只有这三个方面啊 可以让罪人呢 伤筋动骨 才可以让他所有所有的这些行动 和言辞呢 表现得更为的极端 所以我说过啊 二十世纪后半叶 中国文坛有两朵奇葩 一个就是叼盘侠胡锡进 一个就是钻当侠于杰 但是这里一个极左一个极右呢 他们侍奉的是一个共同的偶像 那就是蛇的试探 他们都知道自己在撒谎 但是他们有一点是真实的 是共同真实的 就是他们侍奉的不是神 乃是名利和权利 是否如此啊 我们自己去检验 但是当我们这样来讲的时候呢 我们要强调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余杰现象不仅仅是余杰的现象 他是当代很多知识分子 特别是文化基督徒身上共详的一种邪灵 是我们自己也包括很多很多的公知共详的一种邪灵 这种邪灵你知道是怎么定义它 就是魔鬼三重试探深刻的捆绑了我们 就这个话题呢 我今天稍微展开谈一谈六四的问题 这周吧是六四三十一周年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强调两个事实 第一 教会回避这种当代史上 如此重要的事件是无耻的 没有整理根据的 第二 所有对民运也好六四也好 这些攻击的人 我也以他们为羞耻 因为他们不配攻打这些人 这些人确实有缺点 都有缺点 缺点太多了 但是至少他们还愿意为政治正义说几句话 你这些人又没有政治风险 又觉得自己比别人还高明还属灵 这些人我觉得是更无耻的 这两个事实我强调完了 现在我来讲一讲 余节现象在当代知识分子 以及六四一代人 包括我本人身上的那种存在 需要神的怜悯 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到了在基督教文明之外的 中国这场反抗运动 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 这场三十一年的日子呢 到了今天啊 真是让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 更是既绝望又伤感 伤感 我们盼望的是这三十一年 也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反省的三十一年 这种忏悔意识和反映意识 不是唱什么属灵的高调 它不是你要反映中国的罪恶 中国的罪恶不用再反省了 你要再反映中国的罪恶 那你太傻了 不需要反省啊 都写在面上了 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现在把我们放在一块啊 把我们和于婕放在一块吧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我们是魔鬼之子啊 我们的救我是魔鬼之子 这个魔鬼之子的本色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魔鬼之子的本色就是我们都是名利之徒 那是我们真正的信仰 我们可以看到八九以后大约是两代人 我说八九这一代 从王丹到一节 以及到今天这些新成长起来的中国的这种一亿人士也好 网络作家也好 自媒体人也好 公共知识分子也好 从反对运动到爆料运动也好 我们林林总总 我们真是越近千番 皆不是啊 所有的这些中国的反抗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我们可能追求正义 我们可能有怜悯的心肠 但是压倒这一切的说我们个人的名利欲 我们总是希望最终最终会希望借着所有的这些种发言存在 谋取个人的名利和欲 就是国度权柄和荣耀 那么为了这样的缘故 会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结局 这个结局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死我活的内斗 以至于从下三路 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你死我活 如果不是因为名利欲 不可能斗到这么脏 这么惨 这么黑 这么恶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知的范畴里面的这种撕笔 然后你看爆料党里面的内讧 今天我们把它的真相全部的捅破就算了 那就是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真正侍奉的不是基督 不是真理不是正义不是自由 可以有部分的有感动过的我们 但是实际上真正侍奉的就是魔鬼给我们的三大使坛 这个问题如果不胜过 中华民族永远没有希望 你去看这些公知的会议 你去看这些爆料的会议 你去参加他们这些聚会 每个人的脸上其实就写了一个字 在任何的时候任何一种发言 任何一次讲了 任何一种自媒体 任何一篇文章 他们真正要表达的是 你知道我是谁吗 就是我是谁 而不是基督是谁 永远是余节现象 侍奉的中心 而且信了基督以后 我们会发现是任何的改变都没有 比原来更邪恶更贪婪更有欲望 就侍奉圣经宣告那些分土一样的名权和欲 比以往的时候更黑暗更极端 现在甚至是以犹大卖主的方式 不择手段的吃死人 为了什么出名赚钱荣耀自己 感谢上帝兴起的香港人 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 我真的是很感慨 我觉得香港这场运动 包括在台湾也好 和中国大陆背景下的这些华人那种反抗运动相比 最让我感慨的是什么 整体上没有人追求名利和权 香港运动没有领袖 黄之锋也不是 没有一个都没有 第二你会发现香港运动到今天为止 在整个香港的反抗运动当中 没有下三路 黑暗的私笔 一个都没有 两大特点让我们羞愧难当 第一 没有明里之土 第二 没有下路私笔 原因是什么 都在这里了 那叫信仰 所以我们记得中国的精英也好 伪精英也好 记得我们自身的这种 要看古中的这个启示也好 三十一年了 我们是个单目人 我们的眼睛只看中南海的罪恶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是个罪人 是一个需要圣理型的教会不断更新的罪人 我今天讲的不是什么高调啊 是我们用生命所经历的最基本的恩典和真理 没有这一天 中国就永永远远没有希望 如果没有圣理型的教会 我回答过一个人的提问 说中国什么时候会实现自由 我说一万年再加一天 而在名利和权 名誉和权这种侍奉当中 潜力欲这种侍奉当中 海外的反对势力和国内的他们反对的势力 共享一位父 他们是同一个父的儿女 他们同是魔鬼的儿女 但是这并不完全绝望 并不可怕 使徒告诉我们说 我们本是可怒之子 与他们一样 只是神救了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里 趁着六十三十一周年的这个日子里面 我们左面是香港 右面是黑人 前面是基督 后面是我们 感谢神还忍耐着我们 感谢神继续在呼喊我们 那我们怎么办才能得解放呢 我们怎么办才能真的开始自由的道路呢 感谢主用最简单的办法 带领我们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和阴间的门 大家知道是哪一节经文吧 蛇的三从试探 其实跟主耶稣基督啊 就创世纪第三章 蛇的三从试探和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的主导文最后一句话 正好是对立的 我们今天可以再换个角度讲讲主导文 你们会看见天又一次开了 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我今天早上在车上想到这句话 我差点从车上跳下来 我说主啊谢谢你 每个基督徒都会被主导文 我才知道啊 他说我用方言祷告你省省吧 就是你把主导文想明白了 你就自由了 我就觉得我再一次被主释放了 什么时候你得释放 你把国度好多食物 国家都是你的嘛 最大的食物对不对 然后呢权柄 你最有智慧了 要统治别人嘛 荣耀 越人的眼目嘛 你为什么会成为魔鬼之子呢 就是因为你想把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你 为此你一定杀人说谎 但是 你真的把国度权柄荣耀就归给基督 我都不要主啊 我真的不要 求求你你帮我不要 我没办法做到不要 因为我是个人 我是个做些人 我是个蒙恩的罪人主啊 借着教会 借着教会 你不断的教导我带领我 让我不要好不好 我们应该这样来祷告 那怎么办呢 主啊 你让我每一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都能够这样来祷告 主啊 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 你明白了吗 为什么猪荣耀文这么的伟大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 这是圣经的启示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 魔鬼怎么就成了世界的王 所有把国度权柄荣耀归给自己 并把他当作实际信仰的人 都是魔鬼之子 跑不掉的呀 基督来宣告我们是属他的 而救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 出来进入自由 他同样针锋相对 你们应该这样祷告 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 哎呀哈利路亚这太伟大了 当然这个功课我们要一直一直的去学 所以主导文是我们每周必读的 我盼望那些已经就是因为熟练和反复和循环 已经吸了感动的人 熄灭了感动的火 重新眺望起来 上帝的真理永远比你想象的伟大的多 尝阔高盛的多 因为他是神的话 因为主说我的话就是真理 就是生命啊 不仅如此 如果我们实际上是侍奉钱全欲 如果我们耻夺上帝的荣耀 剽窃什么都剽窃 不仅剽窃上帝的支言片语 有圣经呢 我也是基督徒了 而且剽窃上帝的爱情 你知道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是什么 那就是女牧师的诞生 这两者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逻辑关系呢 如果基督和教会的爱情是你跟你太太的爱情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基督教在做一个深刻的篡夺 篡夺什么呢 就是把女人把妻子篡夺为教会 然后妻子女人的地位在不断的上升 所以中世纪这种现象表现为神婚 你们自己去查了一个概念 就是好多女人 女修士跟基督谈恋爱 那么今天就疯狂的表现为女牧师的运动 所以我们最后讲讲女牧师的问题 女牧师是时下非常流行的教会的乱象之一 在我们讲这个话题的十年前 我们就说女牧师占全世界所有牧师的比例 在51%以上 你就知道恨我们的人有多多 那么我们讲了将近十年 所以今天我不讲了 我要把这个连接放在这里 时间也差不多了 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去查看 我提醒这些人 就是你想到的要反驳我的那个 我都反驳过了 我确定你别再烦我了 我这话好像有点不够属灵 常见的无非就是两个玛利亚 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 也讲了道玛利亚送 然后复活节那天 那个摩达拉的玛利亚 也去跟使徒去传福音 我们只强调两大事实 我再重复一下吧 第一 两个玛利亚没有一个做牧师的 初代教会里面 没有他们做牧师的任何任何的见证 正相反他们不断的在谦卑自己 最后就消失在这个众人的面前 他们当然都大有恩赐 第二 不论是玛利亚送还是复活节奔跑的玛利亚都不是牧师 那不是牧师的行动 那不是在牧会 因此我们不反对姐妹传福音 我没有反对过姐妹传福音 我也没有反对过女指示 圣经有女指示 我也没有反对过女教师 我没有反对过女儿童主持学的老师 我所教的这一切就是根据圣经的一条底线 女人不可以做牧师 圣经根据最最清楚的就在这边了 两段 一个是格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你怎么做牧师呢 好 大家自己去读 第二个就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 我不许女人讲道 原文是我不许女人教导 你能教导都不可以 你怎么做牧师呢 然后呢 很多人又开始引用什么格林多书信里面 其他道话 女人祷告 女人讲道 我们就强调恩便了 那个女人讲道的原文是说预言 平行了我们刚才讲的女人可以传福音 这有什么难的没有难的啊 我个人认为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呢 这些该反驳的该讨论的该明确的都讲完了 我们不再重复 只是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下面看到 女牧师现象的兴起啊 乃是耻夺上帝荣耀必然导致的恶果之一 如果你剽怯基督跟教会的爱情啊 无耻的应用到你跟你妻子的身上 最后一定女人起来做牧师 而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 归根结地是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侍奉钱财荣耀和权欲 如果你真的承认啊 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 教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我问这位先生 我问所有所有要反对我的人 特别是那些在网上的各种场合 超不要脸的来炫耀 来晒他和他老婆爱情的这些人 我问他们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忍心 你舍得让你妻子做牧师吗 包括张牧师也好 流氓作家也好 就是你为什么让你的妻子 或别人的妻子去做牧师呢 归根结地 你心里面有一条底线 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有一个基本的对基督教真理 对教会的误解那是什么 做牧师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职业之一 对不对啊 这个逻辑是如此如此的周密嘛 你这么爱你的太太 我说过好多次 我这辈子有两件事情不许我女儿做 第一不许回中国 第二就是绝不许做女牧师 我不是属灵 我是自私 因为我知道到底什么是牧师 牧师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保罗反复讲的 我们被侮辱 被践踏 直到如今世人还把我们看成是世上的污秽和万物中的扎子 我们成了细景给世人观看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借着今天的信仪大得安慰 那安慰是什么呢 主于我们同在 在我们所有的患难当中呢 一定会把我们从监狱当中解救出来 让我们高过四年的仇敌 但这不是我们的能力 这乃是神的真理的带领 而今天在这个末世 神要加倍带领我们的真理就是这样的一条 那就是国度全民荣耀都是主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在这个世代里面 你再一次的回过头来来兼顾我们 主啊愿你得胜的荣美与你的教会同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